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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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请放上 好 上个礼拜 阿弥陀佛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阿弥陀佛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阿弥陀佛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阿弥陀佛 我们来附讲 我上次对于基因专人论 真实品文句的理読 那么 一学长也会附讲贤二学长部分的 狱切事都论菩萨迪的威力品 这是今天预定的进度 那么 上个礼拜被延误 可能要延到下个礼拜去的 惠林学长负责导读的神通品 那么内地学长也就会进到成熟品 那么照例 5月11号 就是这两品 就是5月4号下周这两品 神通品跟成熟品的副讲 那么照进度 5月18号 就是台湾的学长进到成熟品的导读 那么我也依照潜力 会连同把从真实品到神通品 一直到成熟品 这个所思维的这三品 它的悬意跟礼录 也预定要在5月18号 要再做一次这个充分的说明 那么也照现在的惯例 5月25号 就会把台湾成熟品的副讲 以及我所说 所思维三品的副讲 基金会6月1号我们的课就停上 同时就并入隔天 周四班上午6月2号的共学 也即将共同进入菩提品 当然周四班在之前 我就会宣布 为什么我们要把周三班跟周四班 合并共学菩提品 作为两班合并的开讲的第一回 那么我心中有一个最佳人选 就是张成坤学长 当初听他背菩提品的寄送 心里面感动到现在 所以我就期待张学长 能够来导读非常长 在金庄药论长达一卷的分量 的菩提品 那么为什么这一品那么重要 我们留待厚厚实 因为还有几周的时间 可是小英学长也看到我 看到我的看见 我看见什么呢 我看见你们很辛苦 在拼竹子稿 这个我已经讲了两三周了 可是我讲也没有用 因为两地理事长都非常拼命 要去竹洲的赶进度 把我的这个三堂课的竹子稿 都赶出来 所以小英学长就大胆的建议 是不是我们下一周就把两班合并 这样子的话 充分可以体现 我说要放慢 的这个 这个 心意 那心意总要付诸于行动 所以我把我原来的计划表 跟小云这几天的提议 提供给堂上跟线上所谓的学长 你们考虑 等一下我们下课前 下课前 大概30分钟 我们来讨论这个事 现在我们心就搁一边 回到今天预定的进度 也就是七月的导读 跟这个贤赫学长 威力品 由医学长的这个 副讲 我就打算邀请医学长先进行 威力品的副讲 医学长在吗 三点老师 我准备好了 好的 那麻烦您分享文献 好的 还是要 那个小云学长帮我分享文献 上次呢 海滨师兄 在那个分享这个 威力品这时候呢 他先讲了说 妙境长在开示中提到了 能灭佛法的不是外道 是我们这些学佛的人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有道理 他说 很多学佛的人都是以少为族 不能深入的广学和深学 只是一知半解 我觉得这句话就是 我对照一下 说的就是我自己 学的很多东西都是相似法 自己根本说不明白 要说前面那个真实礼品 是否相应的话 那个自己根本说不清楚 是不是相应 实际就是没有相应 之后呢 海滨师兄还发心说 要弘扬正法 弘扬佛法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的感动 为了弘扬佛法的 这个目标呢 自己也应该更好地去 深学广学 之后呢 我昨天从海滨师兄 调到了妙墙长老 就是关于这个威力品 这些白画文的开始吧 之后我就细细地去读 觉得那个文字真是 好多好多吧 自己读起来 也是不说吃力 就是很多地方也是 不是那么太顺 之后海滨师兄啊 在上面都标了 就是在重点的地方 都标了 广色的标记啊 就是我看起来 也是特别就是 有一些轻松了 因为文字呢 特别大 在短时间 就是很难把它全阅读完 就因为它的标读 它的批读上面有标记 那么对我来说 我就是有很大的方便吧 所以说特别感恩那个师兄啊 海滨师兄 他这种学习态度呢 是我学习的 就是特别精进啊 在学活上有喜乐啊 之后也决心去献正四地 我觉得从海滨师兄的身上呢 我看到了自己的榜样 那个就是要向他学习 之后呢 从古门定资粮下手啊 真正的把那些佛塔的知识 运营运用到实践当中去 嗯 好的 对于他的那个前面 这些导读呢 就是在导读前啊 说的这些话 我就有这样的感受吧 下面咱们就到正题啊 说威力的种类 呃 它是这样分的啊 从与其使命论 呃 对于威力呢 它是有两种分类 一个是略说啊 有三种 一个是广说有五种啊 略说有三种呢 它是 一是圣威力 二是法威力 三是聚生威力 那么圣威力呢 它是指八地菩萨啊 成就了十字在了 之后所显示出来的 呃 那种威力 嗯 之后呢 海军师兄在科兰也强调了 它是需要成就四成 还有成就无分别制 嗯 第二个类别是法威力 哦 法威力指的也是法地菩萨 哦 就是它已经在呃 成就的前面这个圣威力之后啊 呃 再继续行六度 嗯 之后呢 展现出来的威力呢 就不一样了 之后廖老师 当时在科兰呢 给补充说 他不是在呃 就是那个成就四成之前 嗯 就不修六度 哦 这个六度呢 是摄阴也受过的 哦 之后 你在阴地的时候 就以六度为资粮啊 帮助你去成就色界的四成 有了圣威力呢 之后啊 再去行六度 它就跟一般 就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了 嗯 之后第三是 是巨圣威力嗯 巨圣威力呢 主要是八地种色啊 它是经过啊 无数式呢 修啊 福德和资粮嗯 舍肉身 得法身 最后那个化身再来的时候 表现出来的嗯 嗯 它表现出来的实际还是这两种 一个是圣威力 一个是法威力 一个是法威力 嗯 下面看广说 广说分配五种 好 第一种是神通威力 第二种是法威力 第三种是巨圣威力 好 就是看这 从第三种看呢 就跟前面这个略说的这三种 啊 是一样的啊 那么神通威力 它就等于圣威力 嗯 之后下面的法威力 和巨圣威力呢 它的名字是一样的啊 然后下面 广说五种呢 第四和第五 啊 是 它可以放到一起啊 就是归纳成一个 就是共不共威力啊 就是共诸生文读解威力 和不共生文读解威力啊 其实这个广说的五种 就是从不同的角度 就是 把这个威力又再分了一次啊 嗯 又再分类 嗯 那么法威力 那么说五种呢 啊 第一种是神通威力 哦 第二种是 嗯 小哈 第二种 哦 第二种在下面哈 嗯 好 重了 哦 先看神通威力 它分为六种啊 那六种呢 第一种是神静制作正通 第二种是随念宿注制作正通 第三种天儿制作正通 哦 第四种是见生死制作正通 第五是知心差别制作正通啊 啊 神通啊 神通的原因是什么呢 神通的原因是什么呢 还有两句话 说是 嗯 嗯 第四季静禅无分别制射 嗯 嗯 这样就可以看到呢 嗯 就是说智慧在神通啊 形成的过程中啊 起了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作用 对 第四季静禅啊 就是啊 下边呢 廖老师有给的课堂说 说呢 虽然它是依静于丝禅化出来的这种神通 但是一定要在 嗯 要有就是多种的制会做正啊 珍如之後在定地中才能夠顯現出來的這種神通 所以通通都叫做智作正通 這個是關鍵 對,通通都是以這個為命名叫智作正通 第一種實際它說的就是神境智通 是我們經常說的如意一通 第二種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宿命通 它就跟那個右通是對應的 天耳之作正通就是天耳通 下面一個一個對應的是天遠通、阿西通和陸際通 下面看這六個品類當中的第一個叫神境智通 神境智通分能變通和能化通 它倆的區別就是在一些實對論上 它講到能變通有十八種變 這裡是十八種變數很多 就唯一無 但是它的特點是什麼呢 能變通是從一個 原來有一個東西 之後它變成一個或變成很多個 就是它要有所依 不是無中生有的 完之後能變出無量多的 然後能化通就是從無到永 它也能生出很多種 能化現出很多種 能化現出很多種 說神光照額區 什麼威力金清宮 動變令魔物 這都是說那個震動這種 對 完修羅有的時候還是有 發現出什麼人啊 山川啊大地啊這些 嗯 其實就經常能聽到 這裡有一個卷和書 我覺得這兩個 應該知道什麼是卷和書 一個是第七一個第八 就是把面裡邊的 那麼卷呢就是說 把高山收縮成一個微塵 書呢就是把微塵再放大 就如高山那麼大 這一個卷一個書 這裡我就特意說這兩種 嗯 它能化通呢 能化通 它分成三種 說是能化身 還能化乳 化境 但是說強調的是 它不能化心 因為心它有了別性 它畫出來的只是形象 更了別性 這個心它就化不了了 嗯 嗯 之後這個能化通 在專業經論上也說了三種化 有夜化呀 上化呀 還有一種叫 叫水化 嗯 這個能化身 就是說那個 釋迦牟尼佛 就是法相成道這裡頭 它就是化現來的 就能知道是這種上化 嗯 嗯 至於幻語 我想說什麼 就是 呃 有一些書 他講說幻語就是 尿音相用 齊聲和養 濃感眾生 聖子愛樂 呃 這個 我有一點點感受吧 嗯 就覺得 凡是給講法的這些 嗯 那種 老師吧 嗯 就是追求老師 他講法的時候 他對語音都特別的清澈和緣睿 就聽起來就是讓你特別的舒服 就是特別愛聽 比如說 Dale老師給咱們講課 如果在翻譯逐字港的時候呢 那個 軟件翻譯出來就特別的準確 嗯 幾乎就不差多少個字 嗯 但是我以前也講過哈 我看那個 軟件翻譯出來的那就亂不紅了 之後還是語音上說不清楚 或者是 音了 不夠清澈 之後翻譯不出來 嗯 還有就是楊欣欣老師 他講課也是 還有我在龍泉寺聽那個行星法師 嗯 他們的語音都特別的清晰清澈 讓人聽的就是特別耗妙吧 嗯 就是也特別去愛的 願意聽啊 嗯 之後我感覺他們都是普適的話語吧 嗯 所以他講出來的那講法的聲音就是和普通人都一樣 嗯 還有畫鏡 畫鏡啊 嗯 在我們學這個威力品的時候 就是大聖關經論上有一句話說 智地普自在 岔土群欣 嗯 就是講那個聚實自在的菩薩 它能夠隨著眾生的願 就變現出淨土來 嗯 或者是能獻那些什麼水晶啊 琉璃啊 等那些清淨時間 啊 這就是畫鏡 嗯 這三種就沒有了 看第二個大的品類 嗯 就是 嗯 叫 宿命通吧 這個 宿念 嗯 叫隨念宿路之通 宿命通 宿命通 宿命通呢 就是 它能夠回憶自己的過去 呃 以及 呃 現實中 就是在這一世中 呃 它是呃 什麼的情況吧 呃 呃 也能夠 呃 也能夠呃 意念出眾生 呃 在過去 以及 現實中呃 它那個威信的事兒 所以說 處呢 是指自和它 嗯 下一個是從類別 啊 類別它主要是指 一個是所做 一個是所思維 嗯 其所做呢 就是呃 神与造作,思维拉就是他的想法。 就是说,他不论过去的,还是现实中,众生或者自己, 他是怎么做怎么想的都能够了之。 量是指的无间刹那,有无量的数和有量的数, 他都能够指的息之息见。 这个量上就是指大量,无量的。 这就是随念速度至通。 下一个是天耳至作正通,就是天耳通。 在一些实理论上,他分为六对, 有什么天生人生,圣生非圣生,大生小生,变生非变生, 化生非化生,远生和寄生。 这里呢,在贤赫学长讲的时候,他特意讲了圣生,天耳和化生。 圣生呢,就是指诸佛菩萨,还有圣文评学,他们讲法的声音。 还有一些弟子。 那个圣生啊,刚才说的圣生,圣生就是诸佛菩萨。 圣文语,他们来劝众生去学法之后讲经说法的声音。 以及弟子,诵经,读论,以及作决则,议论,也是议论法啊,这些声音。 就是圣圣。 天,他就这样分作意和不作意。 那么不作意呢,就是他不用特别的,不用注意的去怎么听。 在欲界天,和天界,和色界天,这些受圣的人啊,和天啊,种种的声音,他都能听到。 不作意。 作意呢,就是还有特别的警觉,就是得用心去听。 听什么呢? 听其他更远世界的天啊,人啊,这种声音,他都能听到。 就是作意。 作意和不作意这种分别呢,只是从初地到七地的圣人,还有这样的区别。 可能到八地以上会没有这样的区别。 嗯,是不是到八地以上都是不作意这种全能听到的呢? 呃,一会儿廖老师,我问一下,可能是八地以上他的功率更大吧? 就是说作意和不作意他没有去全能听到的。 对,八地以上是不作意的,就是我们称为武功用型。 对,就是他不必特别作意。 就跟,就跟我们一讲,就是随忠诚心。 你只要敲那个庆,庆就出声音,对吧? 不管谁敲,他都会出。 他不必说,因为是你医学长敲我,我就出声音。 一家学长敲我,我就不出声音。 他不会做这样分别的。 只要因缘有,他就会因缘。 嗯,明白了,廖老师。 嗯。 还有一个话声啊。 话声是依德神同能力,就是所划显出来的声音。 就都能听到。 嗯。 话声。 这里边呢,他最后那一桌,还有一个近声和远声。 这个近声啊,我觉得读得也不是很读。 啊,他这边是怎么说的呢? 看一下,这个近声。 他远声就是无量无数世界当中的声音都能听到。 这个近声呢,就是一切世界论上是这样说的。 所以说是听所排出去的这个声音。 之后呢,佛菩萨有神通。 这个声音能听得远,那么就是近了。 这句话我也不是很明白的。 呃,你看。 近声的意思就是,佛发的声音,不管它在多远的地方发。 那么,所有众生听到的声音,都好像是在耳边对他讲一样。 这样明白吗? 嗯。 明白吗? ok,ok。 这叫近声。 那,近的话我没听到,我没听到,我没听到,我没听到。 OK。 那远声的意思就是说,很远很远地方的国度的人,他出什么声音。 佛只要一作意,乃至于不作意,他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这个是对佛说的话,或者是众生表达的声音之间的关系。 佛说的话,对我们众生听起来,就好像是在耳边一样。 那不管再远的众生的一点点声音,在佛听起来,就好像在他耳边一样。 这样明白吗? 明白了。 ok,好。 感恩妙老师。 下面看第四个分类是,见生死之通,就是咱们说的天眼通。 天眼通是以亲近的天眼,能看见众生死的时候和生的时候的情景。 就是妙、恶、圣等别人都能看得清楚。 他分类是有情世间的和气世间的一切,他都能看得清楚。 他还能看到此事和后继生中的一切事。 这就是天眼通。 第五个分类是知心差别之通,就是他心通。 他就是能了知众生心相的差别。 了知朱友情的根性和圣与这些区别。 之后呢,还能够了知众生是否达成了圣经。 之后他的心形是什么样子的? 以及戒行。 就是因所知量临到众生,得利益安乐,趋向热盘。 这就是他心通。 第六个分类是无尽至通。 无尽至通是指漏尽通。 原来漏尽通就是意识反导境。 其实漏尽通它有更广的意思。 这里列了几种。 说一个是众生的烦恼自尽了。 就是如实的了知吧。 众生的烦恼尽得到。 之后就是众生已经消灭了烦恼。 它能够如实的了知。 第二个是能够了知自他未得, 所得漏尽的方面。 对,方法。 他修了什么法,有没有究竟。 他有没有宣称超过自己正量的情况。 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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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方法。 对,方法。 他没有这样的智慧。 他看到众生还在浮海图, 不能摆脱这些有够的细节。 最后就想把自己的经验自己成就是那些智慧的经验, 之后都偷偷地去告诉我们 就是愿意生生的事事的 他就让他做不算习 所以他不着急去证据他 然后他虽然了解 无众面反的道理 他却会面对反倒 他不觉得是无斩的 也不觉得这些是有什么可爱的事情 就是朱颂海说的是 歪神如路面关法是坏的 能做到对吗 我觉得还是大福气息 对 像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带我们 其实我们自己也对待我们自己的小孩子 曾经就会做这样的表达 就是你会学着娃娃 就是小朋友他们那样子的语言模式 讲哒哒啦哩哩啦就是重复的音 就是表示跟他们很亲切 不过就心理学来讲的话呢 我们其实比较建议 父母亲用正常语言的模式 不要把自己学成跟小孩子一样 很多人以为说我只要 我只要发音啊讲话啊 学得跟对方一样 就会比较取得跟对方的亲切感 我们一般的认为是这样 那么其实不是 其实就是慢慢的说用你的正常的发音 因为这样子小孩才能够学会 大人以及正常世界的语言模式 那么唯有的大人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反复放慢 因为小朋友学东西是需要反复的 他们只要一听会一记下来之后 他们自己也会反复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几乎是天性 不只是人类的天性 我想所有的动物界 生物界的天性都是这样 只要对他生命有帮助的事情 他都会不断的记忆下来 然后重复 所以余切诗论上面一直叫我们要 多修多习 多多修习 其实就是叫我们要串习 要不断的串习成念 那念住之后呢 你就会有道 那这个道就会成就法胜 法胜就骗死防 这个我们之前想过 所以这个反复的练习这件事情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他一个教导我们的大人 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其实不用讲那么多遍 对吧 他其实讲一遍 他就把意思表达了 可是他会不厌其烦的 他不必学着我们讲话的模式 讲一些这个不搭调的话 他会讲正确的语言 但是会放慢重复讲 然后呢 我们如果附送错了 他还是会重复讲 直到我们跟上了他的内容 讲对的话 然后呢 他还是会陪着我们重复的讲 重复的讲 重复的讲 这种耐心 这种正确的表达 而且耐心的重复 就是属于这种圣威力 明白吗 我觉得这个事情 跟我们教养小孩子 完全一模一样 就是那个心 就是那个心 但是我特别讲过 你不必降你的格 你不必把自己的 正常的发音的模式 思考的模式 降成跟娃娃一样 小朋友一样 那个无厘 然后乱七八糟 发音不正确 这个反而不好 现在我们觉得 整个国语文的程度 都随着这个 现代化 资讯化 都变成混乱 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强烈的 文化工作者 对不对 我觉得 怎么样回到正确的文字 发音 乃至于对文化的理解 那种深度的底蕴 我觉得是需要透过父母 乃至于学校的教养 不断的去学佛法 所以我一直觉得佛法里面 有很多教育教养的原则 特好 真的是特好 你只要讲成 教育界能够接受的语言模式 跟他们讲清楚 我是学过 台湾教育学分的完整 整个配套 学完之后 我读到佛法 我完全理解 而且佛法只有胜出 没有不如的 所以我 我现在 我现在的心情是这样 因为我 我现在 很想回到我的心理学的领域去 我很想回到教育的 教育学分的领域去 去用佛法的语言 佛法的观念 佛法的教导 的智慧 交给那些 当代 这些 做从事教育 从事心理智商辅导 从事特教 从事种种种种 包括我曾经在的气管教育 教育训练 这个领域 乃至于组织精英管理 假定有佛法 这些东西通通会变得不一样 我不敢说我的智慧够用 但我觉得 这会是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跟提升 因为我以前学过世间学 那这二十几年又沉淀在佛法里面 现在从佛法里面 体会得很深刻 我过去的 我过去的生命经验 每一个点点滴滴所学到的东西 包括我曾经也带过团康 我也演过戏 在团康里面所带的活动的那个技巧 在演戏里面的那个演技 几乎都有佛法的语言 可以教导我们智慧的深入 跟多元性的表达 我现在是很难言其妙 但是实在是很想分享 当然在这个法的领域 我们还是在法研法 那么法虽然没有定法 可是我们还是要把基本法 佛法的语言模式让各位学会 我们就大概就这样吧 那这个地方呢 我是想再问一下 医学长乃至于贤赫学长 这边的六通呢 我们一般讲三名六通 医学长听过吗 听过 那么你可以说说看三名 是哪三名 因为六通你刚才大概简单介绍了 那三名是哪三名 我想想吧 有一个素明明 对 有一个天眼明 有一个陆镜明 嗯 素明明其实不对 天眼明对 陆镜明对 把素明明改一下 你就在六通里面找一个吧 我想想 好 好 不考你了 他就是你前面讲的如意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神族 神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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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不谈这些 但是我留这个 留这个疑情给各位 你们自己回家想想想看 为什么佛特别在六通的前提底下 特别把六通 因为六通 基本上当然是有般若智会作证 但是基本上它是由四禅就可以发出的通 可是呢 佛不共的功德 因为这六通其实是共圣人 可是佛不共的功德是三明 无学圣人 应该讲佛跟阿罗汉 具解脱阿罗汉 他跟一般的能够成就六通的人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他特别讲三明 明 明的意思就是波尔波罗蜜 由完整的波尔波罗蜜 去体现六通当中其中的三样 来 医学长 附送一下哪三样 等于是说刚才那个三明 对 对 有一个神族明 尖艳明 对 对 这三明 你们去想想看 为什么六通当中佛特别把这三个通 升级变成明 因此我们一般讲三明六通 三明特别指的是佛不共的功德 佛不共的功德 佛不共的功德 就是把六通当中的这三个通 天眼通 神诸通跟肉精通 提升变成叫做明白的明 就是波尔波罗蜜 那么你们去查一下 这个所有你们查得到的文献资料 最重要是体会 我 我讲法 我非常强调 你要回到 人的法界 你看 我刚刚用父母对待儿女 对吧 你们就可以用 这样子很生命 很生命场域里面的 很实况的东西 为什么佛特别挑六通的这三个通 进阶成三明 为什么另外三通他不把它提升为明呢 当然对佛来讲 其他通也都有明相应 明相应的话就是波尔相应 可是为什么独独特别挑这三件事情 这个你们想一想 好 那医学长 你心不必挂在这里 记下来就好了 那你继续进行导读底下的法威力 好的 感恩廖老师的开始 前面就是广说五种的第一种神童威力 这六个就都讲完了 往下面看第二位 好 第二个也是法威力 法威力呢 主要是指六种波罗蜜 它就是六度 六度呢 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是布施耻尽人物 禅定 精进 还有割入 之后呢 在这里他讲每一度开出有四项 当时凯迪师兄是讲到布施这四项 其实是每一度他都有这个四项 咱先看布施这个四项 第一个是断锁对至相 嗯 那么就是布施还断的就是肩胎 对财法的质重 嗯 资量成熟相呢 是布施能够成就上不提的资量 他是成就上不提的资量 嗯 嗯 看柔毅自他相 就是 布施的前中后这三十啊 都是自利利他的 自利利利他提的 就是说在布施之前 肯定享受了是内心的 因为现实可以对于他 川普也看到其他自己的 故事对赐利和利他 能感觉到是有很大的分别的 只要你故事过 你就能有这样的感受 再看第四个项 是于当来果相 它就是直果报 是当事和来事 它在果报上能得到福乐 来生有大财富 有朋友眷属 其实你故事给别人 就是你也怎么说呢 就与别人发生了联系 那么互相就很容易成为朋友 所以在现实中它也有这样的果报 就是不时能展现出这么多的法威力 好 我补充一下这个像的意思 为什么这边叫做像 这里所讲的六度神通 就是法威力 特别每一度都讲的四个像 当然有个别所对质 个别所成熟 个别饶益至他的利益处 以及当来的果相 那么谈这些像 这些像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修法非常重要 自己要检查 你如果是过来的人 你看别人修法他的成就 你也要去验他的像 验的意思就是检验審查 修行的智慧有一个叫做审查制 当然审查制是异于观察制 异于正确的观察 你会有正确的审查 那么因此你会知道 什么还不足你要去补 什么够了你可以要进步 我们在佛法里面叫圣禁 这个就是诊断的意思 佛法的修行是需要很缜密的诊断 那些诊断来自于你在 经论当中所学习的文师修会 所以佛会被称为大一王 了解吗 因为他这一辈子所成就在 修行阶段当中的每一个阶段 他都会知道修什么法 对治什么问题 成熟怎么知良 对治他有什么好处 当来的果项是什么 所以每一度 包括每一法 他在修的时候 他都会去审查 当然透过观察去审查 这四个我们叫验项 检验的项目 那这个项在四三不论密里面 也叫做善根发项 比如说你拜颤 你拜颤 你就会有颤根的颤 拜颤之后的那个善根发项 比如我们随便讲一句话 你会做到梦 那个梦当中 还有一个很恐怖的梦 那么突然来一针光 那么这个黑暗像就被光照明了 那你这个恐怖的心 就在那边生大欢喜 或者是你醒来之后 你就会把肚子积累好几天的大便 都拉干净 等等等等 在四三不论密赤裂法门当中 有所谓的很多的善根发项 当然我们不能太执着在那个外向上 就是你修什么法 会有什么样子的这个身心的那个像状会表现 不过这些东西都是过去累积很多修行人 他们的正量经验 我会赞成你们去读 以前呢 我刚刚念讲四三不论密赤裂法门的时候 对这些善根发项我一概不鼓励 各位去看 可是如果你们已经有了金庄阳论 跟于歇斯多论的政见 你们必须要知道 这一切都是四地相应的十二因元像 对吧 好你们如果有这个 四地十二因元空性的政见 那么我许你们去看这些善根发项 包括我们现在于歇斯多论 讲到法威力 神通其实是高过我们境界太多的东西 是吗 但是我经常讲 在我们的生命经验当中 其实佛菩萨是无所不在 我不是讲神鬼小说 那如果你愿意去检验这些像 这些像都会让你发出大菩提心 乃至于发奇 虽然你无能为力去救度 或去帮忙 乃至于陪伴 乃至于不能解决很多问题 可是你会去祈求佛菩萨 你会回向十方三四佛菩萨 你祈求以后 这些祈求会有一些亲近的感应 你会检验到这些所谓的像 那些像或者你的梦中 或者你的现观境界 它都会出现这些所谓的相似像 那么在这边就是给各位一点知识 你修六度 你修到怎么样的状态 你是不是检查你的心 是不是跟六度波罗菩萨相应 那么你如果相应的话呢 这些验像 这些检验的那些发像 都会出现 那以下所讲的这六度 每一个的四项 都是属于这一类 都是可以观察的 你自己是过来的人 你可以观察你自己的身心 就会有这些上根发像 你如果是过来的人 你会看懂别人身上 所发生的这些现象 不可思议 但是呢 千万你知我知师父知 请注意吧 别人表达了 他也不说 你看懂了 你也不说 唯一一个人可以说的 可以问的 就是你的上司 你的戒和尚 只有他可以问 除此之外 切莫为第四人说 那对吧 他人也不用跟别人交谈 你也不用跟他 哎呀 齐悦 你是齐女子对不对 一点破就没有意思了吧 知道他是谁 知道他有这个功德 明明白白就好了 不必须点破他 看懂了 但不必须点破 因为呢 真正过来的人 他在表达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其实也不愿意 让别人知道 你就当做不知道 心中明白就好了 我还许 你唯一可以讨论的对象 就是你的戒和尚 你的授业的上司 但是彼此 还是要遵守一个原则 绝不外露 绝不去说 张三 李四 王五 这些张家常理家短的事 我们佛门内不干这个事 这个是大家应该要有的戒 好 那还给这个医学长 好的 感恩 廖老师 这两个品位就讲完了 法律力就讲完了 下面是巨生威力 巨生威力呢 他从五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个是 堪忍大苦 这个咱们在经上经常能看到 说中国菩萨他得了禅定 修成了圣道 修成了圣道 完之后他就能够堪忍大苦 就是在利益众生的过程中吧 他遭受那些什么蜀毒障 那些非人的困扰 非人就是能承受的那些伤害 他都能够忍受得了 但是普通的人你就不能承受 我觉得有一个什么燃脂功夫的那个 有的人学 学完了之后 他就会烧得不行了 叫 普通人就不能去学那些 就是圣人的那些做法 因为你根本忍受不了 第二个是 乐意他事 乐意他事就是从生活上 或者思想上去利益众生 之后不管是多苦恼的事 他都不觉得是苦事 然后他分成是一种 与利益有情的事 这个就不细讲 第三个是 叫生邪史多 就是 就是生到都帅天 邪史多他就是第四天 就是能生到第四天去 然后下边是夏生人中 夏生人中他就 讲到有十二相 就是有入母开相 荒大光明这些 我们一般讲佛出世有八相成道 对吧 那在这边 尤其是论他多了四相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你们去看看佛传就知道 其实十二相也都包括在 我们一般所说的八相成道里面 好的 下一个第五个 第五个是说正念寒相 由于具有这样大的威德力呢 整个遗报环境 它就会发生异常的变化 就是佛恩在念寒的时候 它就出现什么大震动啊 什么天响啊 天乐啊 等等这些异常的现象 下边是 底下都是一些分类 这个比较相对不是那么重要 对 这个最后的那个就是第四类 就是共不共为力 共不共为力就是 就是从菩萨声门之后读觉 它进行比较的事情 之后有共的有不共的 就是先看共的 共的它是说只是粗相上是共的 之后不共的呢 从三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个是威系 威系就是说 诸佛菩萨无量无数的诸有情味 以及那个无量无数的威力方面 对 对 最后 如所应的 做诸佛利益的事儿 极如实之 我们不能做 都能做 也能做如实之 它这个威系主要就是指无量无数 之后 二呢 是品类 品类是诸佛菩萨与神宗威力 合法威力 还有巨神威力 吸紧成就 品类就是这三类吧 都能够成就 戒 说的稍微详细一点 戒 就是威力所人的境 就是不同吧 就是诸佛菩萨 他所人的境是一切世界一切有情界 都是他的神通所有境 那声闻呢 是以二千世界 即有情界为神通境 读佛呢 是以三千世界为神通境 这里他就没有讲到有情 因为读佛呢 他是为了调伏他自己 就是自己的身而去修行的 就是没有大悲心吧 不是利益有情 事故呢 就是说 罪己以一界为神通境 这就共不共呢 就说这么多 他共相呢 他就只说了个粗相 就是诸佛菩萨与诸生文独诀 他是共的 这个粗相我也不会足利子 我想不清楚 好 这个事情我们不现在谈 我留在礼拜四 你们记得跟我要这个答案 什么答案呢 这是一个基本的佛学的名词 叫做大千世界 对吧 那么什么叫做一大千 什么叫做两千 什么叫做三千 这个不是几块钱的意思 这个典故比较明显出自在法华经 我现在也在准备两年后的法华经 所以呢 你们去读读法华经里面的 这个智子大师的文具 文具 在法华文具里面呢 就有讲大千世界是什么意思啊 两千三千个别是什么意思呢 提醒各位 百戒千儒 你们去查百戒千儒 那百戒呢是由十乘以十 变成一百对吧 那十是什么 十就是法华经里面的方便品 是吗 那一组方便 我们讲成义嘛 就成义意思就是 ok 这个以后再谈 谈得太多了 你们去查方便品的相性体力 作为应援果报本末究竟 然后呢 十乘以十不就是百戒吗 那么百戒再乘以十不就是千吗 那这千怎么样 变成一千变成两千变成三千 其实在这个数学的表达上 它其实是一个表法的意思 那它到底表什么法 有有有心的学长可以去查查 法华文具 好 以上 好的 就是到这里为止呢 略说三种和广说五种 就来介绍这么多 是 之后那老师在最后总结了 说怎么修六通 说那个神龙威力前面讲这么多 大家都很耗耀吧 就都想去修 那怎么才能够修成这六神通呢 说要有文思修慧 用修慧成就三摩地 用三摩地成就四禅 之后有四空定的本质 但是不要待在里面 能在寂静中生出抉择会 能够去上官阿善运用音缘 之后做到始练清静 定慧君等 这样它就可以去慢慢地成就这个神通 之后在一切实地论上面 我刚才有说过 说讲到第四极境禅物分别制射 就是智慧在这里 就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 所以是来立以智慧 天性智慧 老师还讲了境界法 这个地方还要补充一下 除了从四空不住回到第四禅 回到第四禅之后呢 还要发起十片处 八胜处八解脱 还要这三法 那详细呢 请去读四禅伯伦密赤地法门 于学实地论相应的这个章节 他也一样写这个东西 就是回到四禅 在四禅当中呢 用十片处八胜处八解脱 去解构你的身心的一种能力 他就会释放六种神通 乃至于成就三明 博得不公德的三明 所以我那天 有学长问 不是哪一个 就是Iva老师 Iva老师在台上 就是那次礼拜四的课 他就回头转向我 他说 他就叫我的那个 在张老师的名字 他说 你有没有兴趣学神通啊 我说 我有教科 我有教科书 他说教科书在哪里 我说于切实地论 那四禅伯伦密赤地法门 里面就 就会有说 那很详细的也会记载在于切实地论 你们有心的 都可以这个去找 但是你要赤地成就 法上面所要求的条件嘛 对吧 所以 就认识一个修行的百科学书 一点都不讲 我只是要跟各位 怎么讲 这叫做诱拐嘛 诱拐你们深入 那你们这个有心嘛 你们就试试看 好 以上 嗯 好了 咱们老师 就是刚才讲到说 老师讲的就是 经济法师的那个公案 对燕子和麻雀 抢着吃东西的那个 之后那个 那燕子呢 就飞走了 麻雀去吃 结果呢 那么 胃的人就觉得 应该给矮燕子吃 就是有这种分别嘛 之后 我就想到 我家这两只猫呢 我给它出去吃的时候 就是那个 那点点猫起来 它们都特别爱吃 嗯 之后呢 看起来就是都吃 但是大猫呢 晚晚吃鸡口中吃了 就走 主要小猫就到 把它捡抢就吃了 我往往就是这样的 就想着它拿 这两个猫 它吃一半 它吃一半 这样才是坚匀的 之后就往往 就给大猫 留着这样的去 哼 其实大猫根本都不在意 这些事情 但我心里还在在意 你的意思是说 你连大猫都不如了 哈哈哈哈 是啊 我没什么勇气 我先走 就跟 就跟禁教法是喝斥一样 哎呀 你们这些 你们这些沙咪 怎么连 怎么连小燕子都不如 哈哈哈 嗯 OK 好 听就是这样的 嗯 好的 那个 好像副讲师这么多了 OK 好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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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所以谈这些轻松的话题 虽然文 文句都不太长 但是 很多人会以神怪小说来谈佛法的神通 可是佛法的神通里面呢 充满了慈悲 充满了智慧 佛法里面的每一样事情都跟悲治两样东西有关系 他都不是玩各种的技术手段 完全不是 都有很深层的思考 都有很远程陪伴的心 都有很彻底的持续的学习跟改过的过程 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历程 我觉得讲很多公案 你们会更心动 但是只是提醒各位 有了这些佛法的教理基础 你再去看很多的公案 再去看很多的佛陀以及圣弟子们的本身因缘跟本事 本事的意思是指佛弟子的故事 本身是指佛过去生的累生的因缘 乃至于当代或者是故 历代圣弟子们 这些圣身大德 红中眼教的大德们 这些典故 每次读起来心都非常动 那个心动的 就会很恨 我怎么不活在那个时候 其实我也感觉 曾经也活过 可是不曉得是当面错过 还是点点点 不知道 就会觉得 对那样的东西是越深刻的学习 就越理解 就越好耀 就越欢喜 乃至于回到现在 诶 这些法生大德的功德 这些法生大师的功德 是不是也就在我们现在的身边呢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 我今天为什么会走到现在 你们为什么会走到我们一起 我觉得这些事情都不是以少小因缘可以看待的 不是说我们凑在一块就讲我们彼此的好话 你们或许在这儿或许在别的地方 我觉得都有一样的感受 真的 只要你心到位 你都会觉得哪里都很殊胜 哪里都很好 真的 当你会觉得处处好 实施好 当然往生净土更好 这一切的美好 不必再去唱明天会更好 所以我早上贴了一首歌 明天会更好 大家好像会很 会很讨厌现在疫情很烦 非常非常烦躁 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 疫情虽然越普及了 可是我知道Omicron正在给我们找出路 虽然到处会有疫情点火 可是我觉得当你身心安顿下来 你会发觉它在给你排出一个出路 它在给你一个新的学习的场域 所以你对于每一个时节因缘 你会有不同的体会 好 这些东西不多说了 我觉得都要看你们自己 心沉淀下来的一种 对于随时随地 因为你我都不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可是却在这个地方忌讳一处 然后我们学习这些共同的知见 然后回来看待自己的生命领域 那么有不同的体会走各自的路 我觉得当你有机会发表在你的微信 台湾的LINE 我发表在我的脸书 乃至于我最近因为学会了MacBook上面的语音输入 那我现在写文章那可是大篇大篇的写 所以我现在开始觉得写书不是太难的事情 哎呀现在笑得最大声的就是小云 因为他一直拐我要去买iPad 那个美国的一位在矽谷的学长 也在跟我讲说最近买了iPad 哎呀特好用 又在拐我 我说一定跟小云串通好的 Anyway 这些事情你们就看看吧 所以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哎真的都是一场误会吧 哈哈哈哈 虽然都是虚妄分别有 但善庸其心 世界多么好 随时随时都很忙 都很忙 忙着怎么样 忙着没好 真的 我现在感觉这世界忙着没好 好忙啊 忙着处处没好 事事没好 那么当然也是一时的心情 希望各位也能够体会 好 那我们前半段就到这边 稍微休息一下十分钟 等一下请这个齐悦来 复讲一下我之前讲过的 真食品的文具礼录 这今天的第二段呢 就交给齐女子 来跟大家导读一下我上个礼拜 所讲真食品的这个文具礼录 好交给齐悦 好老师以及内地的学长 以及在座的各位学长 大家笑我吉祥 然后这一品呢就是由齐悦来负责副奖 老师我是副奖 我不是导读 好 再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齐悦怎么样 不好意思喔这个 好 我怎么样来把这些东西用自己的方式来串联呢 首先呢我给他定名一个叫做 24小时的我与学生 因为自己本身的身份既是学生 然后学生的意思就是我现在正在跟着老师一起学习 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老师 所以同时是老师以及学生的一个身份之下 怎么来看这个真实异品呢 所以我就分类成四个 跟自己是学生也是老师比较相关联性的 好 第一个部分就是上课了 上课了 为什么我会把这个部分用创造随顺行 还有用这个明年来定义呢 因为我觉得说上课了就是我要面对众生的时候 不管是我面对老师或者是说 我自己是老师我要面对学生 我怎么样把真实异品里面的这些东西用上来呢 这个是我第一个分类 然后第二个呢 24小时里面的 我上完课之后要准备下课了 那下课了 其实我在这课堂上面学习了这么多 或者是我在这个课堂上面 我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跟学生互动 可是下完课之后 其实就是要面对自己做一个醒思 然后做一个反省的时候 这个时候真正的就是我真的用到真实异品里面的哪些东西呢 我是不是真的有在这一条道上的行走呢 好 再来 如果说我能够用这样子的真实异品 串联出24小时的我的话 我是不是到最后的时候 是不是我也能够像风一样的自由 那所谓像风一样的自由 不是风随便乱飘动 而是我真正的了解到真实异品 它告诉我的真正的真意是在什么地方 好 老师在这一品里面呢 特别有强调一个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时空 其实这就是一个道品的修养的开始 所以我就自己下了这么一个标 叫像风一样的自由 我知道要走到这一个 走在这一条道品的路上 像风一样的自由是心自在 深自在 但是呢 我很清楚知道说 我确立到 我就是要走在这一条路上 但是我的心是自由的 好 最后呢 我要去向何处呢 用终极星成这一个名词的原因 是因为前几天我看了一个 马斯克 就是那个 他要登陆星球的那个计划 他有心练三部曲 四部曲这样子 然后 其实他的一些话很感动我 虽然我们就是说 也许他们有学过佛法 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这是他的目标 可是我觉得他用的这一句话 其实很打动我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宇宙是浩瀚无穷的 可是他想要去探寻它 然后在它的能力范围之内 他一步一步 然后去完成他自己的梦想 可是他有终点吗 我认为他其实是没有终点的 每一个终点就是他的起点 老师也是这样子讲的 每一个起点也就是要通往未来的一个终点 所以有终有始吗 其实也没有 所以在这一条路上呢 就如马斯克 他自己的梦想一样 也如同老师所要告诉我们的 这一条成佛之道是一样的 也如同佛要告诉我们的 这一条成佛之道是一样的 我们是要善用我们的真上心 然后扩大我们的所缘 其实是没有终点的 再来 在这里我下了一个标 就是老师也曾经讲过 不精彩是给未来精彩的一个目标 在这样子一个成佛之路的路上 以及通往我们这样一个修行的路上呢 其实我们是坑坑巴巴 跌跌撞撞的 看起来像是不精彩 可是这些不精彩其实就是为了要有一个精彩 所以我认为就是用这样下了一个终极的目标 然后从这里面你看到你自己的lighthouse在哪里 那这个是我就是截取那个小云学长的话 因为他也讲过这么一段话 所以基本上我是以真实一品理念的 寻找有力的因缘叫随顺行 也就是透过受教四品升起文会的善法域 以这样子的为基础 以这样子的思考理念来完成今天所要讲的内容 然后老师有特别交代说 其实随顺不是等于随便 随顺就是创造有利于厚厚法升起的条件 也就是思维三品的升起 我们要怎么样走在这样子一个思维三品的升起呢 以37道品的修为为基础来面对众生 以审查自己的内心是否被人与我束缚 老师在上一节课里面 其实一直在这个讲 人无我 法无我 所以呢我想我多是琢磨在这一个部分 好 接下来我们就正式开始了 准备上课了 好 看这个小朋友他是很可爱的 现场的小朋友 远端的学长们 我们就是要开始上课了 其实在上课的时候 你的脑袋是什么呢 是心跟脑呢 还有你在上课的互动是三心呢 过去现在未来 这是我自己给他下一个这样一个归类啦 还有上课时的态度 你是清净心还是杂染心 你的上课的进行式也就是整个串联起来的叫做 创造随顺行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内容 首先我们必须要先定义心跟脑 而上课时的脑袋的运用 所以呢 为什么要看心跟脑呢 因为这个就是老师跟上次异法老师的一个对话 那在这里呢 老师也有特别的再说明一次 什么叫做心 什么叫做脑 那我就来念一次 那个随观审查我现在正在做什么的那个叫做心 此时的重点在有没有随观制的产生 好 脑呢 用理性去思维执着的我 批判的那个心叫做脑 理性的思考其实就叫做大脑的思考 大脑思考需要 需不需要有心呢 好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 一个稳定的心 清静的心 一个没有被我指 没有被我指和法治所障碍的心 在我们面对外境时需不需要呢 其实在这个地方呢 我认为它就是一个同理心的展现 好 再来我们是用心面对还是用脑来面对 例如我们常常会 因为脑就是一个批判性的思考 所以呢我就会想到说 其实在我们辩论社常常会有这样子一个情况产生 其实我们比较少用到同理心 但是我们就是一定要主张自我 我就是对的 我一定要赢过你 那么我就在想说 这个就是脑的功能吧 因为它必须具备去思维 那个我的主张是对的 然后你要去怎么样去批判对方你的主张是错的 所以我认为 是不是用这样子的思考模式来讲 这个所谓的脑的功能呢 还有心 为什么我会认为它就是一个同理的感觉呢 因为你没有被我执跟法治所障碍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升起一份 嗯哼 我知道了 老师常常说 诶 祈月我需要被同理 嗯哼 其实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嗯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同理心的展现 好 再来 心跟脑为什么会产生差距呢 当我们在面对过去的记忆 以及现在的看见 这之间的差距让你行不通 让你产生不了你期待的作用 这个时候你就会很急 会很烦 会很乱 就是因为你急着 要把现在的状态 变成过去一样 这个在现场 在我的教学现场 其实是时刻的在发生 尤其是我们自闭症的小孩 是非常非常的固定 例如讲一个例子 今天要上国语课 星期一固定 课表上面是排国语课 然后星期二排数学课 如果有一天 因为其他的因素干扰 你星期一必须要上数学课 可是你并没有事先告知他的时候 他会整个人都是抓狂的状态 所以呢 嗯 我觉得这个很明显的就是 他们的记忆是停留在 过去式固定的模式 我觉得我用这样子来解释 这一个部分 好 再来 既然我们看到了 用这样的例子来看到了 其实我们很容易停留在过去的 一个固定的模式 包括我自己我也会有这种感觉 譬如说我对某某人 他以前因为做了某些事情 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可是当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也觉得说 我看到他其实第一面 我就会生起那个不舒服感 是因为我被我的记忆束缚了 所以我觉得 诶 老师在解释这个时候 让我想到 像这样一些自己本身的经验的话 嗯 老师我觉得这样子是很受用的 好 再来 如果我们很清楚知道 我们的心跟脑的差别呢 那我们怎么应用在各类的学科上的学习呢 远离我执和法执的那个心的亲近状态 就是一种支持 好 这个时候呢 你的心必须稳定在相续的当下 这是 这 我认为这就是一个 直观的状态 嗯 因为问题不是来自于问题的本身 而是来自于 你硬要把你所有的现在的状况 拉到你记忆的模式上面 也就是刚刚我所举例的我或者是学生的例子 对 心跟脑分开可以学习吗 好 当然在我们的技术理性上面 或是理性批判的思考上面 我们是必须的 看起来像是分开 然后自在轻松的模式 就是一个亲近心 然后同理心 两者似乎是冲突的 因为在语言上面感觉上它是冲突的 在我们的思考上面 我们也会觉得是一个冲突的 其实两者不是对跟错的问题 而是互相的帮忙 也就是合一 老师说 如同鱼帮水 水帮鱼 我觉得这个例子很受用 因为其实你说 鱼离开水它能够生活吗 也不行 所以两者它就是必须要共存的 然后不是谁和谁 谁顺谁 谁做大 谁做小 唯有如此才能够地观地听 语法相应 好在这里呢 我的小节是用在下面 老师与学生之间 常会有学习与教导上的落差 反问老师 你看到了学生的种性跟性 也就是他的资质了吗 我们常常在世间来讲 这个学生的资质是什么 我到底有没有去观察到 它适合哪一些的学习法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身为老师 其实必须要去很专注的看到小孩这一点 那我觉得佛法给了我很大的一个 这个部分的要怎么讲 辅佐 让我能够更静下心来看到小孩 我该怎么去帮助这一个小孩 好学生做足了功课吗 当然这是自己指本身的 我现在目前是学生的一个身份 其实我做足了功课吗 这个礼拜老师我是很用功的 知道 再来把自己的心带来还是代脑来上课呢 其实我们是很容易分心的 当我在听老师讲话的时候 我是用我的心真的在聆听呢 真的在地听吗 还是其实我在里面多少夹杂的 一些杂染的成分存在呢 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 好 两者是一也是一 我们需要理性的批判 但是因为我们 我们会把大脑归咎于是理性的批判 所以我们认为说 其实这些都不需要吗 我们其实也是需要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避免盲从的跟随 好 但我们更需要一颗清静明觉的心 来接受崭新的学习内容 如果只带着理性的批判 与固执和成见痕 就非常容易产生冲突 但有冲突的时候也就是 考验自己内观的关键处 这是我自己 我这么认为 脑与心都只是 让我们更清明的觉知 当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该如何面对 例如 情障的学生 我有一个非常情绪严重的学生 他对于所有我教的东西 他一概否定 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站在他的立场 他认为我讲的所有话都是错的 因为他过去的经验 他过去的老师所教他的 跟我教的通通不是一样 所以他会认为说 这个老师所讲的 我完全都不理他 我根本不想听他的 所以他每一次来上课 都是先发飙大概一个小时 然后很严重 推桌子 然后踢我打人 都会来 所以老师其实是被暴力的一个 不是我去暴力他 是我被暴力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当老师该如何去面对 他跟我自己呢 你说我没有生气吗 有 但是我该如何面对我自己的情绪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考 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部分 好在这里呢 我用了一个达赖喇嘛的一张图呢 生命的难题 没法靠武力 愤怒来解决 所以呢 就跟我这个情仗的小孩 我如果跟他一样 是靠着武力 靠愤怒来解决 那我们永远都在打架 永远都在吵架 我只能靠着一颗慈悲的心来化解 可是慈悲的心是纵容他如此吗 也不是 其实我必须要用适合他的方式来引导他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创造随顺行一 好这个因为我们已经开始上课了 所以呢 我们就会有上课的一些态度出现 那我就把清静心跟杂染心放在我们的态度上面 这个就跟刚刚我讲的一样 我是用清静心来跟老师互动呢 还是我是用杂染心来跟老师互动 我用什么样的心 我就会展现什么样的态度出来 对方也可以感受到 我是不是真的要来上课 我想老师是知道的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清静心跟杂染心的定义是什么 清静心也就是等于远离我直跟法直 然后他是在做意思维的时候 跟四地十二因缘相应 这个就是清静心 然后什么叫杂染心呢 就是在做意思维的时候 跟烦恼相应就是杂染心 好 杂染及清静于否不是心的种类 不是心的差别 其实只是心有没有夹带者 跟第七意识一起 制约前六世的一种作用力而已 不如理的思维伴随不如理的态度 其障碍来自于第七世 前六世产生分别我法直的一个制约条件 又去抓第八世田中的种种 应该是这样子 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聚生我法直 这四个力量不断钳制现在 这会影响我们对人的判断 对事情的一个明白 我觉得这一个部分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我们无时无刻 不是不在这四个力量之下 因为我们很容易受过去记忆的影响 然后很容易受主观成见的影响 然后很容易受到我们的习气 我们的种子的影响 所以当我们在面对现在的种种境界的时候 我们会有很多的想法出现 我们很难真正的去觉观到 现在到底我应该怎么办 我怎么样去真正的现观到现在的当下呢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好 接着前六世是在做现观的 第八世提供记忆了 而这记忆只是一种参考 不能制约现在 如果主张记忆最大 就限制自己 不愿学习与接受 因为学习来自于当下 来自于现观 这个就跟我刚刚讲的那个 情障的学生 或者是自闭症的小孩 包括我自己也是这个样子 常常受制于以前的记忆模式 当有一些改变的时候 我们其实对于这样子的改变 我们必须有很大的一个观察力 觉察力才能够包容 才能够去看到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好 基于这样子一个前提之下呢 那我到底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出现呢 才会有善意跟谦虚 两种心态出现 观察自己有没有太依赖 具身我执跟具身法执 这里面呢我们讲到就是习气 还有气质呢 是我们心理学上讲的 这一个人的 他的气质 就是他是属于哪一类根型的人 好 再来 我见我们根深蒂固的一个看法 好 自己对他人 以及学习上固执的表现 我们常常是发生这个样子 我们有很深的我见来看他人 因为其实我们对这一个人 我们已经有的剧本 然后我们有了剧本之后 我们用我们的剧本来看别人 好 再来呢 我们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其实影响到 我们自己在学习上很多要往前的部分 好 接着 审查过去的记忆 以及现在的条件各是什么 条件的差别在哪里 差别的所在就是问题的所在 这个是问题解决方法 这个部分老师也讲了很多 我们虽然有记忆 但不必太去回忆 我们要提供过去新的成功经验 以及失败的条件 松动 最主要就是这两个字 松动 对过去新的一个直取 但不要制约我现在 非要怎么样 非不怎么样 对前六世的看见 必须要不带任何的看见 这就是全然的觉知 清晰的辨识 才能产生良好的态度 与接纳 包容以及同理心 这些是老师的话 这一大段是老师的话 我只是把它统整出来 但是老实讲 这一段 要修行起来 其实并不简单 非常的不简单 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我们很容易 受我们俱身我法制所牵制住 好 然后在这里呢 我就做了一个 对这一段 我就做了一个小节 为什么清净心 与烦恼心 对学习态度 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 通常我们在学习的现场 会有诸多的变化 站在学习者的一方 如果我们带有太多的成见 其实听不到受教者的真实音 好 我就想到佛陀常常讲的 否子地听 地听否子 这句话其实是非常让我感动的 也常常提醒我自己 诶 我弟听了吗 诶 老师真正表达的真实意是什么呢 他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 佛陀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其实我对这一点 也一直常常在问自己 这是 这一句话是深深刻刻的影响我 好就很像金刚经里面是他所讲的 一念尽性才能生信心 善知识无所不住 包含经典的所欲处都是我们的善知识 善用其心用心聆听 保持良好的一个学习态度 自然与法相应 希望我是可以朝着这方面 慢慢慢慢的往前继续走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创造学顺行的第二呢 也就是上课的互动 上课的互动 我们有良好的 我们知道心跟脑的一个功用之后呢 我们知道要有良好的态度 良好的态度才能够有良好的互动 良好的互动呢 我就用三心不可得 三心不可得的这样子的一个定义 好三心不可得 不可得 有点口急了 三心不可得 就是对不起喔 嗯 嗯 不要急 三心不可得 就是指观一定会牵扯到这三个元素 哪三心呢 大家都知道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以及未来心不可得 现在心 过去心不可得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执着过去的经验 现在心不可得呢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使用不决定 你到底要用哪一个 其实他没有一个定数啊 未来心不可得 为什么他也不可得呢 因为未来充满无限的可能性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 过去心不可得 不是没有过去心 也不是否认有过去心 过去心是一组因缘条件的组合 而这个条件呢 其实他是不断不断的在改变 没有错 真的是这样 细细的去思维 的确的确是这样子 我们的记忆 其实 我 比如说 我对小云的记忆 他可能是一个严肃的人 可是他一直都是这么严肃吗 不是 对 对 不是 为什么 因为我的过去停留在 我的记忆停留在过去 可是现在他是这个样子吗 不是 所以他是不断不断的变化 好 进一步的说 就是过去的经验模式 是不能套用在现在 但他对现在是有影响力的 我对小云这一个人的认识 可能我记得他过去的好 所以他对 我觉得这个是有影响力的 所以不是没有过去心 过去心 他是要能工作 要能成功 你必须要能够现观你 现在 必须要观察你现在的因缘条件 在这里呢 我就用经验值 来套用这么一个结尾 过去 这个经验值的意思就是 我们过去累积了多少 这个我就用蒙特梭利教学来说 蒙特梭利教学呢 其实他非常主张做中学 那做中学为什么要用做中学 因为要累积他的经验 如果你的经验值不够的话 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操作任何的 我们在 因为他非常注重日常生活的教育 他没有办法操作日常生活 没有办法操 对于日常生活没有办法很自在的运用 尤其是对于我们特殊的小孩更是如此 所以呢 他非常注重做中学 然后从做中学里面 我们能够观察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错误 错误的观察 是蒙特梭利教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点 我们唯有看到自己的错误 我们才能够往前 你看不到你自己的错误 你就不能往前 所以过去心重要吗 非常的重要 从蒙特梭利教学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 好 现在心不可得 为什么他使用不决定 因为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 你现在所使用的条件 你没有办法一百分全部都用得上 你必须经过你功能的 使用之嫌的适用 好 老师是这么讲的 那但是我就想到说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看到我们的根型 看到我们的种性 是不是我们有大圣的种性 我们的根型是摊嗔痴啊 这五根型里面的哪一个根型呢 好 这五根型里面我们了解了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跟大圣相应 了解了之后呢 我们跟现在跟功能相容性去测 测试也就是善用其心 了解自己越多 我们才能够善用其心 虽然我们依赖现在 虽然我们依赖现在心 但必须套用过去心的经验 也就是文思修会的随观制 你用过去的经验来审查现在 然后观察两者之间的相容与不相容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蒙特索利的错误 观察到你的错误 你才能够进一步的往前 好 那在这样子一个经验值里面 我们会尝试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次数 非常非常多的方法 你说哪一个方法适合它呢 不知道 你不尝试你就不知道 凡事适合它的通通叫做适合 未来心不可得呢 对于未来我们其实是充满无限的可能性 你不能认定它一定是怎么样 不是怎么样 未来充满空性也就是一个因缘 也就是一个因缘性 因为它是一个缘起法 没有决定性的 因为它有无限的可能性 好 在这里呢 牵扯到我们的互动 为什么 那我们该怎么去 这三星该怎么去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看待呢 经常要归零 要取得新的经验 就好像我在准备 这样子一个PPT的时候 这一个礼拜 通通在准备这个东西 可是很奇怪 准备了这么多 然后也自己看了很多次 当然也一直在修改 可是到了今天的时候 我突然就觉得一片空白 我有那种一片空白的感觉 我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想起 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 好吧 算了 归零吧 因为我觉得我又准备了 那就看看临场 我该怎么去串席 我所准备的东西 那我相信 我必须把我自己放轻松 放下 然后把我自己归零了之后 我才能够真正的表达 我自己想要表达的所有 那我觉得可能就是这种感觉吧 所以我抓取过去吗 过去就是我现在 我这一个礼拜所累积的 那现在呢 现在他也没有一个一定 因为我昨天想的 跟我今天所讲的又不一样 就好像老师讲的 他21个方法当中 可是他今天讲的第22个 那种感觉 他上个礼拜是这样子讲 23个 第23个 所以 永远都在创新当中 我的感觉是这个样子 好 过去成功的经验容易让我们造成 很坚固的我法二指 久了 量就变了 好 同类型的观念 这个我等下再解释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归类呢 接着就产生了直变 那个直变就是看到就是认定如此 然后也是以刺逼症来解释这个部分 所谓久了量就变了 其实我们会用一些量表来测试 或者是说来归类 什么样子的身心障碍它是归类 因为它就是半自闭症 它是亚瑟伯格症 或者是它是自闭症中度 自闭症重度 轻度 或者是它是智能障碍 或者是说它是唐氏症 这些等等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量累积出来的 所以 久了 因为我们必须藉由像这样子的一些经验值 好 久了 有这样子的量 所以我们就把它归类成 它就是那一类的 好 为什么会产生质变呢 因为它有一些特征出现 当我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些特征的时候 我就会认定说 它大概就是属于哪一类的小孩 所以我是用这种方法来解读这一段的 佛法经常用不无空非来否定一个 我们自以为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状态 这四个字是一种遮词 不无空非这四个字是一个遮词 而遮词呢 它不是一个否定 因为否定都表示 就是表示不同意 遮呢 就是事先排除一个因素 一个因素 然后一个一个一个来排除 在一个因素排除的情况 在每一个因素排除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其他的因素不变 那么整个系统成功的功能能不能展现 可以展现也可以不展现 这个就跟教学的现场是一样 我用了非常多的一个方法 一下子用这个方法 一下用A B C 尤其是行为矫正的方面 有A方案C方案B方案C方案 哪一个方案到底适合这个案主呢 不知道 不是不知道 然后适了才会知道 可是永远都适合他吗 也不一定 因为下一次 因为他如果他有他有所进步的话 我就不能再用这样子一个方案 所以我必须找到一个 类似相容的一个模式 好其实也就是审查自己的情职与成见 是否障碍了我们人际关系的互动 其实同时我也在问我自己 我是不是也被这些东西所牵制住呢 我是不是有在审查我自己的情职过重 我的成见 有没有障碍我的人际互动的关系呢 其实会的 因为我们很容易对一个人呢 会产生一些成见 但是我们会常常口头上会这么说 没有啊 我对他其实是没有任何成见的 其实如果你看自己看得越清楚的话 其实我们都带着成见去看他人的 好 ok 在这里做了一个小节 心跟脑是提供清静 心脑是提供清静心的 让我们在觉悟的一个状态底下 去产生出善巧方便 当我们行在善巧方便上 就是五名菩萨道的展现 我觉得这句话很打动我 这是老师说的 五名菩萨道我就会想到说 这里面就是内明 内明就是文思修会 英明 一方明 工业明 以及生明 为什么很打动我呢 我就在问自己 虽然我是一个凡夫 可是难道 我没有在行菩萨道的一分吗 我也这么在问自己 因为 我为了教这样子的一些小孩 我不断的充实自己 然后不断的内观 然后不断的调整自己 然后包括 比如说像声明 我必须要学很多的语言技巧 然后就好像老师刚刚讲的 刚刚讲的 其实教我们的小孩 的确就是要用正常的语言 而不是用谍语 然后你要很正确明白的表达 而不是用简短的语句 但是你必须不断的重复 所以对于我们的小孩 我对一般人可能讲个五次 可是我对于我们的小孩 我可能要讲到一千次一万次 他才能够明白 我们到底在说的是什么 可是不因为我讲了 这么一万次 我简短我的语言 然后呢 我用不适合的语言来教他 我就在想 这难道不是声明吗 这是我自己想的啦 好 所以呢 我为了教这样的小孩 难道我没有在做文思修吗 因为我也一直不断的在进修 然后为了要 调整自己的一个教学 曾经我非常的沮丧 老师我举个例子 我有一个自闭症的小孩 语言能力非常的薄弱 他是语言障碍的小孩 他整天都在哭 在学校八小时 八小时都在哭 然后我只能让他坐在我的旁边 跟老师的特别以上 可是 我发现我受这个小孩的干扰非常的大 因为他只能坐我旁边 他没有办法去坐其他小孩的旁边 因为会干扰到其他小孩 干扰到其他小孩 他们就会更抓狂 那么 因为我与其让他们抓狂 还不如让我自己抓狂 好了 因为我是大人 所以呢 我就 我就要练习 控制我自己的情绪 可是真的是很 很 里面的内在是 又非苦恼啊 很多的情绪在里面 我遇到了非常大的一个障碍 我突然觉得 这个小孩 我怎么帮助他 他既语言障碍那么的严重 有一次我去参加那个 慈祭的 就是他们每一年会在那个中正纪念堂 有那个母亲节的一个活动 因为我那一阵子 一直为了这个小孩的问题 一直找不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然后当他们在唱一首歌 什么前程祈祷的时候 上求 上达诸佛听啊 对老师现在正在表演 没错 老师你知道吗 其实我眼泪一直流 一直流 一直流 我突然就觉得说 老天爷啊佛陀啊 请你给我一点力量吧 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力了 我该怎么帮助这些小孩呢 然后就好像老师刚刚讲的 你在释禅菠罗蜜的时候 就是 你会去 你会伸出一个祈求的心 是吗 老师是这样讲 会伸出一个祈求的心 我觉得 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 就是 当我自身肯切的祈求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真的佛菩萨有应 后来我就看了一本书 那本书 是一本翻译的书 第一手资料 是印度的一个博士 他对于那个严重自闭症的一个沟通法的一本书 我发现我看那本书之后 我完全恍然大悟 在那个刹那间 我觉得 我知道了 我应该怎么样教这个小孩 教这些小孩 开启他们的沟通之路 而不是活在他们的自己的世界里面 我觉得 那天的上达诸佛听 佛陀有听到我的话 好 这个就是我很深刻的一个感觉 好 再来 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 很容易问题点来看待 这个问题点就是我们的执着点 坚持己见的这个部分 而不是以问题解决为导向 人的互动冲突 其实就是往往在此时产生 可是我们都认为我们在讲理 他认为他在讲理 我也认为我在讲理 可是事实上 我们都是在各自执着自己的观点而已 而没有听到对方的心 没有听到对方真正表达的是什么 不管我们用哪一颗心 过去心 现在心 或者是未来心 其实那都只是为了安住自己 自以为是的那一颗心 当我们看到 当我们看到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那颗心的时候 其实它就已经灭了 然后你要从何早起呢 当我们计划着未来的时候 空间跟时间又不决定 这么多的不确定的一个因素之下 其实看懂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才是最重要的 解决当前的问题 尽力而为 错了就敢 不会就学 学了佛之后呢 常会以无常来看待这一切 所以呢 我们就会常常讲说 哎呀没关系啦 哎呀不要对未来抱太多的希望啊 不必去计划 很多人也会都陷于如此的 所谓的边界吗 这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老师上次讲的 常乐我尽的一个颠倒执着 然后其实计划仍然是必要的 学习仍然是必要的 如此才能像潺潺流水般细水长流 急不得啊 急的话就容易怒 容易冲动 容易退到心 就好像这个礼拜 我其实也很急 因为这样子一个急的一个感受呢 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就看到了 我在对我的学生的时候 我其实很清楚的看到 我在急的当下当中 我在教学的时候 我也很急 快一点好吗 快一点好吗 我就会督促学生 说你快一点好吗 在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就知道 其实我被我自己干扰 我被这一个 可能被这一个要报告的这件事情 所干 就是带着走了 然后 慢不得啊 慢就如一潭死水 会臭气冲天 连自己都难过 这个只有我自己知道 因为我就是这样子 好 如此中庸之道的态度 才能如海绵般吸取善法 欲见美好 老师最近一直在讲 这个无时无刻 都是美好的 好 我们看一下左边的这张图 我非常喜欢 可是呢 有学长问我说 现在不是早安 然后有学长就跟我提醒 就给我一些意见 他说 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 所以呢 此时此刻也就是早安 我觉得回答得很好 好 早就该安啦 好 对 老师说得更好 過分的担忧就是自寻烦恼 他不会改变任何的事情 只能搅乱你的思绪 束缚你的思想 好 祝福大家都能够遇见美好 好 再来 我们接着看 要准备下课了 随顺行的第三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有前面的这几点呢 所以呢 我们就开始要下课了 带着这些准备 好 然后我们要怎么去面对我们自己呢 也就是务后起修的那一天 那个就是你的起点 要关公念恩 要集资敬葬 好 首先呢 要进入真正的真实一品之前呢 要来截签一下武艺庄严的信文思修正的信根文 好 由原始品述说大圣法武艺庄严的书圣相 令转心向法去向大圣自心庄严 透过陈宗品就是要确定 要确定信向并相信大圣是否说 升起信受大圣的书圣 产生皈依的一个动机 再来呢 由皈依品令二圣人能够转心去向大圣 然后不诋毁 然后因为不诋毁而 因为诋毁而堕恶道 也能够令大圣行者了知深密意 扩大终极关怀的范畴 接着有种性品的产说 来认识自己 审查自己种性的倾向 进而能智慧抉择入修法门 也能够补强不足的地方 还有扩大所缘 不受限于原来种性 然后喜乐的 因为我譬如说我可能是小圣跟性啊 所以呢我就单逆于小圣个性 所以呢当我们认识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扩大我们自己的所缘 这个也就是三摩地的开始 审查完自己的种性之后呢 在自己不擅长的一个领域 不断的皈依发心 扩大自己的发心 进而确立自立立他的一个动机 这个就是恶利品 这个是修行的门户 开始进入修行了 好这个刚刚讲过 就是寻找有利的因缘 这个部分就先跳过了 好再来我们看一下 要刚刚是节前 现在要深厚真正的进入 武艺庄严的思 这个地方呢 就是升起次第与圆满次第的座上修 我用了两个做 其实做在无时无地也不在做 做在哪里 当你静下心来的时候 你也在 你就是在修 当你在做的时候 行动的时候 你也在修 把这个真实异品 运用在这两者上面 好 真实异品呢 就是进入所思维的三品 首先真实异品的所缘 就是恶空 恶无我 恶空可以让我们改掉错误的认知 和不正确的技能 恶无我呢 可以让我们养成良好的习惯 革除坏习惯 最重要的是 保持一个不染灼外境 但不断灭 能够行在中道上面的智慧 那种智慧就叫做 恶无我真如的智慧 现在都是定义的讲解 真实品呢 是菩萨指观的随缘境 是因 真实品接下来的神通品 就是确定了这个因之后 要修四禅八定 建立资良 也叫做真上缘 这个老师刚刚也有提到 有了因 有了缘之后 进而成熟自他的果报 这个是因缘果 就是所思为的商品 好 然后有一个学长呢 他就提醒我 在这里也可以代入 了因佛性 原因佛性 以及正因佛性 我们知道了 我们就是要往成佛知道的这条路上 就是正因佛性 我们了解了这些所有的 我们了解了这些所有的因缘 还有前面的受教饰品之后呢 我们也知道了 我们的因缘到底在什么地方 好 这个就是我们要真正的进入 我们的思维修三品了 好 要透过这个正真实修禅定成熟自他 把四地的决心确定下来 这样才有值得进入真实品 真实品呢 上次老师有说过 可以分成两种讲法 升起次第 先第一项 次颠倒 次遮颠倒忘见 后喝颠倒 喝颠倒的意思的喝 就是把我值得颠倒 圆满次第呢 要先喝法我值的颠倒 然后才能够进入到 遮人我值颠倒所生的一个望见 才有办法找到途径达到 趋向于真乳的体相 这个后面会有比较多的一个解释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以真实 以真实一品为目标 以第一为终极关怀 以胜意地为最后完成可能性的一种认知 好老师说先把终点摆在前面 以始为终 让我们看到 其实我们要去向什么地方呢 好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的终极关怀是什么呢 目标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好自庄严 好自庄严 要怎么样好自庄严呢 就是真如第一意 圣意 而圣意怎么定义呢 就是无我 真如圣意第一意 是无我所显 所显非常的重要 无恶是那个概念 无什么恶呢 没有仁我执 没有法我执 所显现的那个看见 那个明白 那个了解 那个接受无常 可是持续努力的一个身心状态 当我们了解到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的身心状态就会很美 因为太美了 所以叫做第一意 太美了 太亲近了 就叫做圣意 就叫做真如 只要想像那种完美的状态 心里就会升起 拔起 身心都庄严起来了 所以呢 这个就 我就认为它就是一个好自庄严相 好为什么要有这样子一个目标呢 就是要证得两个圣果 一个是无助涅槃 然后一个是无上菩提 要证得无上菩提 是要跟无助涅槃的那个条件 就叫做般若波罗蜜 再来般若波罗蜜是一个统称 它就是道地的一个智慧 智慧是什么呢 从资良智慧 加弦智慧 建道智慧 修到十地智慧 十一地法身大事的智慧 所以这些登登登登登 所有一切过去流转的因缘调节 完全都清静了的那一个最后一心的智慧 就叫做道品智慧 有分为二 一分叫做人无我 一分叫做法无我 当我们都正道人无我法无我的时候 我们自然就是无助涅槃 无上菩提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就是要讨论到我刚刚所讲的 会深入探讨一个部分 深入探讨的一个部分 法无我跟人无我 当我看到这两个名词名言的时候 我就会在想说 其实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我们寻寻觅觅觅 所谓何事啊 所谓何人啊 我们到底要找什么呢 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法无我 法无我 法我只是一种颠倒 是对于因缘深的条件的一个不认识 或者是错误的期待 自以为是自我感觉良好等等 也就是自信差别想 当然这里我特别强调一个自我感觉良好 有时候呢 我觉得老师会有这个特质 会有自我感觉良好的特质 这个我常常有感受到 可是如果没有这个特质呢 其实也没有魅力 所以 老师真的是需要有魅力的 没有魅力 没有办法吸引学生 那但是在这样一个魅力之下呢 我们是不是过度膨胀 我觉得这是要省思的部分 好对一切 对一切原生之法有种种的 一定要怎么样 不一定要怎么样的一个执着 通通叫做法我执 法我执所造成的一个障碍 叫做所知障 好我们被这个所知障所障碍住了 法我执的状态是一组因缘条件 他一直不断的相续相 相似相续的一个变化者 要认知这个东西是无常苦空无我 是固执起见的状态之下所生出来的 法无我也就是排除自己对因缘条件的一个固执 我们常常是受限于这个法我执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常常不认得无常苦空无我 所以呢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很理解到所谓的相似相续的变化者 包括我们人今天的我跟明天的我 或者是跟过去的我其实都不一样 可是我们的心智呢就好像我自己认为 我的心智一直都是很年轻的 但是呢没有变化吗一直在变化 我真的有看到这个东西吗也不一定 然后包括我们对人就好像刚刚我所举的例子 对于学生我认为这个学生他就是很爱反抗 然后这个学生呢动不动就爱发脾气 可是我没有看到他从一个小时的发脾气 变成五十分钟的发脾气 变成四十分钟的发脾气 有看到这一个变化吗 如果我一直都认定用一个大框架框住说 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固执的人 那么我就是被这个法我执所框住了 好 再来人无我呢 人无我执是对法的一个固执造成障碍 此障碍呢会障碍出你伸出一个妄见 颠倒是法我执 人我执是由颠倒产生的一个妄见 妄见也就是我见 这个是我们一直都是很用我见来看 然后所以呢 你应该要照着我这样子的方式做 你这样子做是不对的 常常就会陷入像这样子的一个模式里面 但是我们却不认为我们是这个样子 我们会认为我们所讲的都是对的 这个也是老师常常会犯的一个错误 老师我不是说你 我是说我自己 好 再来颠倒与妄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只有法我执的颠倒 只要有法我执的颠倒 就是伸出人我执的一个妄见 人无我不是没有我 人无我就是说你不能够执着在我见 欲如是不如是的 而不如是的一个状态 那个叫做人无我 好 在这里做了一个小节 恶无我就是在生命 生活生命的场域里面找到不会产生障碍的各种有利的条件 最后实在是找不到了你就接受这些条件可以呈现的一个状态 我认为它就是一个看清楚心事流动的起不在何处 好 就好像在跟学生互动里面 我也没有退一步 好 我有没有看到他也退一步 然后在这样一个互动之下呢 我们找到一个平衡点 其实我认为就是把我自己缩小了 我有如此慢慢的把自己缩小之后 我们两个才能够很顺利的往前教学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从合法我松仁我一直到实践无畏修行的圆满四地 是什么样一个步骤呢 先以真实意为目标 以第一意为终极关怀 以圣意地为最后完成的可能性的一个认知 好 首先我们先遮掉颠倒所生的一个望剑 然后顺着开下来 再逆着推回去 然后最后就是喝颠倒 喝颠倒呢 要怎么喝呢 要动剑明白答案不是只有一种 再来松开你的仁我值 然后敞开你的心胸去学习去改正 因为法我值松板了 仁我值就不会要求一定要怎么样 因为我们认清的因缘是怎么样 然后它是怎么流转的 我们就比较不会去固执几件一定要怎么样 因此就创造了可以接受性的一个深意地向 真实意向 地意意向 好 再来圆满次地怎么样倒过来呢 你只要喝 也就是你要怎么对质 你要解决 你要松板法我值的一个细腹 其实这里最主要就是细腹 把我们细腹住了 仁我值就不容易就不容易发生 真如体相我们就很容易的显现 所以从真如体相到仁我值的动剑到法我值的松板 明白障碍果的因缘就是二指二障 所以逆缘起回来 怎么样能够让真如体相真实的显现呢 法我值要松板 但尽凡心凡是努力 错了就改不会就学 因此你的仁我值就会柔软 就会接受所有的可能性 此时真如体相就会一分一分的正德 在这里我就会想说 其实我们还没有到修道位 我们也还没有到资良位 可是我们难道不是也是一分一分的在练习松板 藉由法的滋润 我们也一分一分的在让自己柔软 在让我们接受所有的可能性 然后看清楚我们的因缘 然后看清楚什么是我可以做的 然后我尽力去做 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佛法 他不是一定就是所谓的 我们就是到了资良位 我们才会是怎么样 其实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就是一直一直一直往前在走的 这个就是我认为 这个就是一个修行的道次 好再来 怎么样去实践这件事情呢 老师说就是五位修行啊 从资良位一直到家行 然后你就成就见到位 而后修到位 圆满就尽位 当你的见解完全圆满了以后 就叫做大圆满 好大圆满尽至 当然这是一个佛的境界 最重要的就是法我执跟所知障 法我执跟所知障的一个双绑 你猜 那我要立刻做一下澄清 大圆满并不是一个佛的境界而已 它是把佛的境界的智慧跟身心状态 这叫做果德 果德 借来在我们这个散心凡夫的因地当中起行 所以合起来说 就是把佛的果德当我们的因地法行的依处 你知道吗 就是借佛的功德来给我们凡夫用 把我们形成像佛一样 但是我们所行的并不是自身的功德 并不是自己修到的功德 是借来的 是借佛的功德 意念佛的功德 学的有一分一分像 当然你没有那个典范的时候 你怎么做都是我们这个凡夫的死样子 是吧 可是如果你有果德的意念 你把那个意念当作典范 把那个典范当作你自己 试着做到的一个规矩 了解 那用佛的功德 把新的规矩摆出来 它就是相似佛 它就是分正集 相似集 对吧 就是齐希伦所讲的 或者是天台所讲的 那个六集位 那个集佛的味道 集佛的意思是接近佛 相似于佛 比照佛 类似佛 学着像佛那样的功德去做表达 了解 当然这样子做 会有一个另外一种死样子 就是佛言佛语的啦 那其实佛说话不是佛言佛语的 我们现在搞成佛言佛语 就好像在台上演戏一样 知乎也者如是我闻 那就是学人家的口莫横飞 但我们所谓的学的意思 并不是照他的剧本 你去背阿罕经 就叫做学佛说话 去背圆绝经就叫做学佛说话 不是那样 你把那个 你把他的那个经的法义 是 消归之性 变成你自己的语言 是 可是你行出来 却是如佛说 如佛行 如佛诗 你的生与意就是相似于佛 是 就像你是佛那样子 藏传把这种状态叫做佛慢 你把佛的功德行在自己凡夫的身上 你自己感觉像佛 但有一种谦虚 知道我不是佛 在同理心上把它称为as if 好像如果我是 好像是 但不是 对吧 所以我们说演戏的那个角色 要尽量入戏 可是要破梗 那个破梗是让自己知道我不是 对吧 露一个东西 就像我演戏 脸上涂个彩 为什么要涂彩 其实正常人是没有那个彩色的 为什么要脸上画那个彩 身上穿那个花衣呢 就是要破那个像 真正人的那个像 没有那个外像 可是我就用演戏的那个外像 破掉那个梗 让大家知道我不是那个 可是很像那个 那个就是同理心的状态 as if 是 的那个状态 好 好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 所以呢 刚刚讲到哪里了 大圆满 大圆满 好 倒出第四行 对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法我值跟所知障的一个松绑 你才能够解脱掉你的人我值跟烦恼障 然后不是直接从烦恼下手 我们常常会说我们要断烦恼断烦恼 其实烦恼 我们要看清楚因缘 我们才有办法这个烦恼才能够解脱掉 而不是说我要断掉我的贪 我要看到我的吃 但是事实上它是什么因素引起你的贪呢 对 我要去看到那个东西我才能够去断掉那个贪 好 然后法无我的一个智慧升了 人我值就会跟着随转 人无我的智慧 解脱的状态也就会上升 因此你对于正德真辱的体相 第一意象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就越接近圆满终极关怀的一个目标 好 接着 最后就是我刚刚讲到说 其实我们已经是坐上修了 在坐中修 那我的心呢 是不是像风一样的自由呢 在这里呢 我认为就是老师所说的 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时空 我们看懂了因缘吗 我们能够从因缘观里面 看懂我所表现的这些 其实都是 就像我们每一次在上维世的那一个 那个虚妄 虚妄 对不起我又忘了 虚妄分别有 对虚妄分别有 彼此二都无 对彼此 与此二都无呢 好 因缘所生法是什么呢 因缘也就是姑且说 他是依他且是有的 因缘所生之法呢 但有假名却无自信 他是无实意的 是一种名言 描述所有 描述有所得的一个状态 完全是一场概念法的一个优戏 法我只容易生起 对所生法的一种制约条件 障碍我们的认知 我觉得这一点的确是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所说的所有的一切 就好像说 我们现在讲说一个名词 华盛顿 如果你看过照片 或是你真实到过华盛顿 可是你一谈到这个 华盛顿的一个名称 华盛顿有在你面前吗 没有啊 可是在你的脑袋里面 我们今天就会生出一个华盛顿 我觉得这个就是依他起的一个感觉 那所以我们所 我们所言所行 其实都是一个概念法 带着我们这样子在走 然后也许它就是一场游戏 可是在这一场游戏里面 我们真正看到了什么 这个是我们要反思的 我说即是空呢 只不过就是空掉法我直 让人我直慢慢的一个解脱 空掉人我直也就是等于解脱 解脱的极致呢 就是无助涅槃 不是没有地方去 是什么地方都涅槃 也就是到处都是美的境界 空掉法我直也就是等于菩提 菩提的究竟呢 就是武上菩提 也就是佛的智慧 松绑法我直人我直就自在 才可以解脱也可以安在 法我直引发人我直 所滋涨增上我们的烦恼 故人我 故人无我的一个正德 要从法无我来下手 好这个就是我刚刚举的那一个例子 烦恼障根除要从所至障来下手 人我直松绑就不会有烦恼障 好当我们去了解像这样一个礼路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像风一样的自由 好接着 在这里做了一个小节 修行只是一路的增上 精进是唯一上根 然后增上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这句话老师常常讲 然后我觉得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受用力 生活上我们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跟佛法有关 佛法是真的就是坐在课堂上学叫做佛法 读经的时候叫做佛法吗 其实他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也就是佛法了 好我们要把佛法教的那一套身心清静的一个状态 我们在学来我们就是其实就是善用其心 当我们当作我们修行的一个依据 然后让我们活在现前的当下 看见现在所处的环境可以用上的条件 可以找谁帮忙哪些人可以给你什么样的条件 条件限制这都必须要清楚 然后要搞明白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没有一个当下可以找到 但是呢我们会有看到的就是一个现象界 我们在现象界里面 我们怎么样让自己能够不受束缚 不是说不理一切 而是能够清楚明白我们怎么样 做到一个你跟我都好 其实有四好你好我好他好我们都好 我觉得做到这个四好不容易 可是佛法告诉我们的就是要做到这个四好 然后二者相互媒合产生出一种决性 这种决性就是一种理解一种明白 你接受不如你所意的条件你就能够变通 把不如意的条件尽可能如你所想的来呈现 那就是你的善巧方便 这个善巧方便也就是问题解决的一个方式 再来你能够开悟能烦恼渐渐松绑 那才是我们共同学果的一个目标 要让烦恼杖消解融化掉就必须让所智障清净 所智障要如何清净就是每个人各自努力的一个修行蓝图 它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我们互相的勉励 在老师的一个解说老师的带领还有老师的一个push之下 就好像齐悦是一个初学者可是呢 慢慢的也比较懂老师所讲的 然后也比较能够读懂经典这样子 好我们现在来看这张图 这些小朋友他们都在诵经 可是有一只小狗在旁边 你觉得他分心了吗 没有错他也许他分心了 可是我觉得他在跟小狗的互动的一个当下呢 其实他就是一个真心 因为他看到小狗在对他打招呼 然后他觉得小狗很可爱 你说这样子的心是不可取的吗 我其实也不认为他是不可取 就好像我们很多小孩他是不专心的也就是过动 然后他常常就是左看右看东看西看 然后我就常常必须要提醒他 练习告诉他武道 眼道 耳道 口道 心道 手道 我觉得这几点也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重点 然后也在提醒我自己 我是不是在上课的时候 或者是我自己在读经典的时候 我在体会佛法的时候 是不是有这武道呢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快到最后第二章了 不精彩是给未来精彩的一个目标 自己的lighthouse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就是老师所讲的八正道 以正见为基础 有空性的缘起作正式定 去思泽绝后出离过去的一个系符 去向于究竟的解脱 这就是正思维 然后活在正与正业正命的一个生活上面 保认在正经静的一个心 成就正念正定这个涅槃相应的一个状态 这个时候无处不是涅槃 哪里不是涅槃呢 诚如境界法师所讲的 这句话是老师所讲的 把它引用过来 境界法师说 你去处的抉择 就是你身圆满的一个抉择 什么叫做圆满呢 能够去向佛国圆满 能够去向涅槃圆满 能够相应菩提圆满 就是你的lighthouse 好 我用了达赖喇嘛的这一段话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它其实也让我去看清楚一下自己 我是佛法的一个修炼者 我是佛陀的追随者 我是念着皈依迹的人 常意念自己是谁 在升起我要去害人 欺骗人耍弄人的时候的想法的 马上就要觉察到 万万不可如此的念头 要起恶念时 以正知来觉察 正念来守护 不让自己半躲 我觉得这句话 其实也很警惕自己 其实我们 常常 我自己会观察到自己 我也会有一种所谓的忌妒的心 然后也会有一些我慢的心 其实当这些心升起来的时候 难道他就不是害心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害心了 跟人家比较嘛 就会有像这样子的一个不平等的一个心出来 或者是说 我在讲某些话的时候 难道我不想要对方称赞我吗 也会啊 内在里面谁能够知道呢 也只有我自己知道而已 可是这个心 其实就是一个不平等的心 我认为他就是在起心动念了 其实如果我真的 真的对自己很清楚的时候 我还需要去人家称赞吗 我认为是这样子 所以总观来讲 总观来讲 我得到一个结论就是 我其实是很脆弱的 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人 非常坚强的人 可是我自己感觉到 其实我们其实是非常脆弱的 我们也很少能够经得住 别人对我们的 很多的打击 或者是辱骂等等的 趁机毁育啊 这几点这样子 必衰苦惹 对对 我们很会背 可是呢 当这些排山倒海来的时候呢 我们真的能够很安处在当下吗 我不认为是这样子 就好像我自己是一样的 但是看到这样子一个东西不好吗 很好 因为我们才知道我们怎么样往前 然后看到自己 原来我还有这些东西 原来是这么的深刻打击着我自己 所以呢 我觉得佛法告诉我们 不是不去看到这些东西 而是你去看到它 你才能够知道你该怎么往前 接着 对不起 最后了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中期星辰的一个部分 最后我就用唐韻居士 无心于万物来做一个结尾 但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 铁牛不怕狮子吼恰似牧人见花鸟 牧人本体自无情花鸟封人 亦不禁心静如如指个事 何律菩提道不成 难啊 真的很难 我觉得 这是城中非常著名的心法 对 我觉得很难 牧人心法 非常的难 好 我们欣赏一下右边的这张照片 是我拍的 好 大家看到了这个倒影 对不对 它很漂亮 真的吗 上面的这些建筑物是真的吗 它是真的 可是它也会沉住坏空 所以同样的也在提醒我们 我们的生灭心 到底哪一个是我们的真心呢 其实要好好的审视 然后 其实我本来想要放一首歌 相风一样的自由 我想内地的学长不知道 知不知道这首歌 许为的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他 他的歌 我每一首我都听了 我是他的迷 只是他没有到现场而已 我非常喜欢许为这一号人物 然后他做了一首歌 叫做 我怎么突然忘记 就是有关于写李淑彤的 那一首歌 现在想不起来老师对不起 pass过 那一首歌呢 我觉得 我觉得非常的打动我 他写那个洪毅大师的整个生命历程 用短短的几句话把它串流成一首歌 非常的令我觉得身心都感受到 以上是我个人的报告 然后有不足之处呢 请老师指导也请学长们指导 然后在这里呢 我要首先谢谢内地的学长 其实呢因为他们的足制稿 足制稿传过来 给我们的时候 我再加以修正 当然我 我是很用功喔 我是自己已经做了大纲 大概里面的东西都已经好了 可是我是看了内地的学长的足制稿之后呢 我再整个把重要语句稍微调整一下 然后把它放进来 所以非常感谢内地的学长们的足制稿 然后再来我要谢谢一家学长 其实他之前呢 就传了一份他做的笔记 非常的用功的一个人 他是我的偶像 然后他做了一份笔记呢 然后他也非常无私的 有人要你把那个歌找出来 有人要你把歌找出来 好啊没问题 我分享在群组上面 然后 我包括连相风一样的字眼 我都分享在群组上面 好 所以呢 一家学长是我的偶像 也因为他的 他的简短的 他的笔记呢 所以呢 我也参用的 参考了他的笔记 然后我也很谢谢 我们昨天群组上面 学长们给我的指导这样子 以上报告完毕 谢谢 好 线上有任何学长要给齐悦 问问题也好 或者是回馈也好 有没有 问你老师打 老师再打 OK 看状况 看问题总类 比如说他问你几岁 我总是打不上吧 好 有没有立刻想问齐悦的问题 或者是要对他的恭维也好 赞美也好 或者是批评也罢 嗯 嗯 批评他 没有 没有 有吗 没有 嗯 我不是要批评啊 这个主管的职位 要带领一群很资深的志工 那都带不动 这群志工根本不鸟他 那当时我也是被列入在自身志工的一个 当时跟我有一段对话 我也是提到魅力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在这些志工里其实一点魅力 别人的根本都不理他 我觉得他该去培养这一个部分 但是他跟我讲他的回应让我很 很久久的去思考这件事情 他说我不是靠魅力做事的 那是我可以做 我该做 我当做 所以这让我想说 嗯 回到我们现在的佛法来看 其实我们相应的 我们就会认为那是魅力啊 不相应的 他根本就对你来讲一点就没有 没有力 那再回到更深一层来看 到底是依法还是依仁 这是刚刚那个齐悦在讲的时候 我想到的一件事情 在这边做一点分享 谢谢 你还是没有把话讲清楚 那边没讲清楚 到底我的魅力怎么回事 哦 我觉得这是个人的一些相应 富裕的一些想像 嗯 对 OK 所以我到底有没有魅力啊 您自己说呢 你希望有魅力吧 不是 你猜 你在给评述 我已经把歌贴在两地的群组上面了 我 歌名叫做空谷幽兰 对 没错 好 我也很喜欢许违 我也很喜欢这首歌 所有跟李淑通的相关的事我都很爱 你们各位听听看吧 来 话没讲完 我这样讲好了 也许在过去对我来讲 我会觉得有魅力 因为听这些学法好像很相应 而且我记得我刚来学的时候 我那时候听课听到会一直掉泪 然后就频频一直往外面走去洗手间 可是这些年来我渐渐让自己心情比较平复的时候 很好 看到了 对 我觉得那部分其实很多是一些想象的东西 那我们会去发酵那些想象的东西 你就会觉得那是魅力 但事实上那只是你的 还是两个字 头上 对 想想 OK 好 这不多说 你们各自觉得我到底这个人如何 但是我一直跟各位讲过 你们不要 你们不要把我当做法师 你们把我当做学长 乃至于我要你们叫我学长 可是大多数人都还是不听 只有美国那位学长 叫我学长 叫我学长的我就给你们加两分 但是你们不稀罕我给你们几分 所以 点点点我想我该讲的都讲了 那你们的回应如何就如何 先只说蓝莲花 蓝莲花也是 也是这个歌 那个歌也很棒 你们这个去听吧 好 剩下二十分钟 回到刚才那个话题 那我想 齐悦的精彩大概都听得到 因为他很破格的 不用大家一般用那个 XMI或者是PPT的传统模式 他整理整理整理笔录 整理组织稿的方式 也很有他自己的见解 跟体会 所以 如果有一天 任何一个学长 你们的副讲 你们的导读 都没有我的任何一句话 那时候 而且又不离开三法音 也不离开四法音 不离开四地 不离开十二音源 佛都会点头 我觉得 那个时候 你就把自己称为一身佛吧 我认为 我认为 佛希望 包括我们的老师 当然也包括我在内 都希望 我们每一个人学习者 都要学做佛 都要讲自己真心流露的话 而不是要去把自己吞来 别人的口水 又吐给别人吃 口水你一去吃别人就算了 你还把别人的口水 杂揉自己的口水 吐给别人吃 那是不必要的 可是如果你是消归自信 已经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再从你自己的 再从你自己的心流露出来 那个就不是一般的东西 当然一下子不可及 所以我一开始 我带李老师练习的时候 我就要他不用我的组织稿 我副讲 我所学来庙间长老的东西 我也不用他的组织稿 但他的东西我听不听 听啊 听得比谁都还来得详细 但是我尽量不引用 谁谁谁说 一定要把引用的东西 回到自己对原点的体会 要引用引用原点 要讲话 讲自己对原点文具的理解 不是要别人替你做替字鬼 小云这么说 讲错找他 廖老师这么说 有错找他 你担不担因果 你要担因果的话呢 你就讲自己的话 哪怕我说呗 哪怕李老师很多讲课的内容 其实是我讲 我也要他别说 除非他是想引我说什么 而他做一些评述意见 我说你可以批评我 你可以评论我 但不要引述我对 不是引述我对的话 否则你永远都没有办法超越我 我已经不算是了不起的人 可是你老是在我底下 我们说举一要反三 可是如果你一直在我底下 你举一而只能够得到我0.3 那不就越学越推步吗 你以后再教的学生 不就又得到你的0.3 那这样0.3 0.3下去 以后的佛法会变成怎么样子 完蛋 对吧 就是完蛋 所以要让佛法要活在现在 现在就是正法 正法是有人成就圣道 而不是末法 末法就是没有人成 只有文修 只有文师修 但没有人成就圣道 这个就是末法了 所以不要让佛法灭在自己手上 意思就是说 你自己要做佛 你自己要说佛语 思为佛的诗 说佛的话 做佛的心 必须有更多的佛菩萨行在当下 让这个佛的事业 让如来的家业 能够在我们一棒一棒 辗转交棒的过程当中 变成更新生 而不是老是困在权威 英雄 典范 底下 不能超越 这样的话 佛法会越走越窄 越走越窄 越走越窄 越走越形色化 越走越在框框里面 跳脱不出来 所以 我曾经几次提过人子这本书 人子这本书 是陆桥写的很多一个散文集 其中人子是其中的一篇 那就是一个师徒之间的关系 我直接讲结论 结论就是那个师父变作一个坏人 在这个徒弟的心中献出来 然后他们两个决斗 然后呢 他引那个弟子 一刀把老师给砍掉 如果你能够在老师献磨的样子 把他砍掉 固然很高贵 如果老师献出佛的样子 你也一样砍掉呢 敢不敢 敢不敢 佛怎么会是你嘛 你不就是我老师吧 对啦 虽然你已经很像佛了 99%像佛吧 OK 可是我是佛 对不对 就要超越佛啊 对不对 那凡所有像 他是你的所缘 所缘就是虚妄分别有啊 你砍啊 有什么不能砍的呢 砍不下去你就不是人嘛 人都做不成了 你还学佛 好 把那个残家的个性拉回来 回到我们 这个话就是我留给今天筑姐 齐悦跟这个之前医学长的这个副讲 所以我做了很霸道的决定 因为基金会要求 所有课程的变更 都必须要有两个礼拜的预告期 所以我刚才课前已经公告了 一二三四五周 对不对 接下来五周 就包括今天在内 接下来五周 的这个原定我预定的课程计划 那我现在呢要把五月十一号跟五月十五号 两次的副讲砍掉 砍掉 然后呢把原定五月十八号 台湾学长导读成熟品以及我 选讲从真实品神通品到成熟品 这所思为三品的这个悬议 把它拉前到五月十一号 也就是说我们这堂课还在下个礼拜 五月四号以及再下个礼拜 五月十一号进行两次 我再重申一次 下个礼拜请惠玲导读 她已经准备好的神通品 那么内地呢 请找出一位学长 这个导读成熟品 那么你们可以决定 你们要导读成熟品 是要导读余歇斯理论版本的 还是大神庄严经论版本的 这个我不做决定 由内地学长你们自己决定 因为台湾学长就由惠玲 负责之前留下来的神通品 这样明白吗 所以下个礼拜就是由惠玲导读 她已经准备好的神通品 内地有一位学长指定出来准备 遇切式论或者是金庄严论的成熟品 因为成熟品那个还有点分量 那么5月11号呢 就进行我原定5月18号的内容 就是由台湾学长导读 如果内地学长选择了是遇切式论的成熟品 那么台湾学长就负责金庄严论的成熟品 反之就调换过来 所以5月11号呢 就由台湾学长负责另外一个对读的成熟品 我呢就负责总选讲 把所思维的真实品 这个神通品到成熟品 把它贯穿起来 讲一次非常重要的选意 这样子我们5月11号就圆满 也就是说5月18号 礼拜三下午的课 我们就不进行了 但它就会并到 并到隔天的5月19号 就并到隔天的5月19号 去跟礼拜四上午的 余切子观禅修原名叫做修三末地篇 但因为合并了五到十地 也要进行文师基础的观察 所以呢它就是整本的余切子观禅修 这个之间呢 我又统设在修所成地 明天呢 这个小云呢就会负责整个盘整 所有这些礼录 然后把接下来由修所成地展开 三本禅修手册的学习计划 把它拉开来 拉开那个蓝图 这是小云的重责大任 那我就负责调整周三周四的合并课 这样明白吗 好我再重述一遍 今天我们算是圆满了 感谢医学长跟齐卫学长的精彩导读 下个礼拜 惠林导读神通品 内力学长自己决定 要导读哪一个版本的成熟品 那么隔周五月十一号 台湾学长就负责导读另外一半的成熟品 我们就跳过副奖了 那么我来总结真实品 神通品跟成熟品的悬议 把那个礼录跟悬议 我讲两边 一个是礼录 一个是悬议 把它贯穿起来 那么五月十八号就停课了 周三下午就停课 那么并到五月十九号 那么我就特别指定张成坤学长 由你来负责导读 于切实力论 不是 金专阳论的菩提品 菩提品非常长 单一次就是你跟我对话 你准备导读 我来穿插其中 整个菩提品 我给他一个更高的标题 就叫做大乘法门归去念佛三昧 因为学习菩提品就是念佛 念佛就是见佛 见佛就是悟无身法忍 这件事情悟了无身法忍 就叫做明心见性 明心见性悟后起修 那就是我们修三昧地的一个依止处 你不开悟修到无疑 你不开悟 你修什么三昧地呢 你就坐在那边发呆打妄想罢了 是吗 菩萨起修 所缘尽就是真实义 你一个没有开悟 没有物真无体相的人 请问你怎么样思为真实义 是吗 所以我发下一个好语 包括我在内 以及所有参加礼拜四早上 于切止观禅修课的人 不开悟就给我离开课堂 要留在课堂就必须开悟 你说立刻怎么开悟 阿弥陀佛了 那我们就刻上见嘛 对不对 当然不是叫你们明天就开悟了 我们现在都还在开悟的前行 了解吧 可是呢 菩提品是入开悟最后一道门 从金专严论菩提品的下一品 就是明信品开始 明信品的那个性就是一念尽性 就是开悟以后的那一念 以圣异地为一子的清尽性 你能够尽性入修 你能够尽性入修 那才是修三门地的一子处 没有一念尽性 你修都是修假的 来这边干嘛 拿一本禅修手册回去 放在书架上 回去翻个几页 鬼打架 这什么东东嘛 你还嬉嬉 我经常就会这样戏弄 所以如果你不带真如心来 那就请找别的老师了 所以我们今天在完成菩提品 就是完成开悟的最后一堂路 那么你们比单纯从礼拜四开始 学习的学长得了很多的好处 因为你们从去年 已经跟了我一年多了 对吧 我们一起在这边 学习精壮阳论 学习欲协士的论 学习新金幽战 我也在两地群组 发布了新金幽战 关于这一段文 的对读篇章 你们有书把书翻开 没书记笔记 我们上次对读到新金幽战 是对读到新金幽战的 次因发心 第十六页倒数第二行 倒数最后一行 进入的文就是次因修行 持有两种 一略二广 略富有三 一敬二行 三所得果 我们从这里开始 这里开始是我们 还没有对读到新金幽战的部分 所以呢 我们礼拜四的课 会先进 就是五月十八号 十九号 五月十九号那一次 我们会有一个暖场 然后呢 会请陈坤学长进入导读 跟我的对话 然后呢 我会说明 为什么我把这堂课 意念佛菩提的功德 称为叫做念佛三昧 为什么念佛三昧 就是准备见到开悟明心见性 悟无身法人 我刚说过了嘛 因为念佛就是见佛吧 见佛就是悟无身吧 对不对 所以不是等你升到阿弥陀佛国 你才是见佛文法悟无身的哦 你是念佛见佛文法悟无身哦 这四件事情是一码是二哦 当你能够由念佛到悟无身法人 这四件事情拉成一条线 这四件事情是哪事件 我再讲一次 念佛 念佛就得要见佛 见佛就得要听闻佛在你面前说法 是吧 任何起心动念 任何一切实处 应该这么说吧 一切实处你的见闻觉知六根门头 不就是佛在灵救身上为你说法吗 你以为自得大师才有那个本事吗 你我没那个本事吗 如果我们不能够让自己的心上灵救身 听佛说法 怎么听呢 念佛听啊 念佛之后就见佛啊 念佛所听的法不就是 无身法人的衣处吗 所缘吗 你要能够把自己的心 带入真如体相 弃入真实意 由此起修才是真修 如果你不弃入真如体相 你的修行就是玩假把事 我这话说得很严重吧 怕就不要来嘛 对不对 来就得要硬干嘛 那如果干不上这趟路呢 你搭不上车子那就没办法 那对到新金幽战 我们把菩提品导读过 这是陈坤学长非常大的责任 那台湾学长就必须有人附讲 这个陈坤学长导读菩提品的全部 这菩提品是一整卷的金庄洋论 分量很大 那么我们就会回到新金幽战 新金幽战 看从第16页的最后一行开始 一直到 一直到往后翻 一直到 27页 第五菩提处 对不对 最后八个字 就是知以上五个学处已 次因修学 底下 才是菩萨指观的修道次第 就开始正式进入五到十地 是从这里 这里对到金庄洋论就是明性品 如果对到余歇斯论菩提 就是立种性品 这个事情我都在我的脸书 登载了贴文 告诉你这个起承转合之间 就在这个 就在这个 是一个很重要的门槛 假定你不能从去年 我们开始学金庄洋论 从武艺庄严 一直到今天 我们已经学到神通品 准备要进入成熟品 对吧 成熟品圆满之后 我选讲完 所思维三品的礼录 就要进入五月十八号 五月十九号的这个 菩提品 对吧 所以陈文学长 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准备了 然后呢 陈文学长导渡完 台湾学长有人副讲 我就会 我就会 再理一下 刚才所讲的 十六页到二十七页 这一段 辛金悠战的文 让各位知道 怎么样能够完成 知五种学处乙 把菩萨学处搞清楚了 你菩萨要学些什么 就是那七处五门嘛 把那菩萨学处的七处五门 我们学会了 准备要上路 进行五到十地的修学 这个学啊 这个学啊 就是要 参加奖 就是要破餐的 就是要离文字啊 你看我讲经说法 是不是就是离文字 没有没有在那边念那个经文的嘛 齐悦都还在念竹子稿 可是他虽然念归念啊 他有没有消化成自己的 有哦 他消化成自己的哦 只要把你所学习的任何点点滴滴 消化成自己的 讲自己的话 负责自己的 语言内容的因果 你能够承担自己讲话的因果 由此物真如体 入真实意 发心其修 那是正修 如果你们没这个胆 就退了礼拜四上午的课 有这个胆 就来试试看 就来试试看 好 以上 我就严禁于此了 那是 是玩伴家家还是 虎虎各位 今天是虎年 我觉得不TigerU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讲任何的话 对 这是完真的 嗯 好 那么 那么大家就一起真干吧 那 我能够做多少帮衬就尽量 躺在地上 让你们踩过去 我都甘愿 不是伟大 这绝对不是伟大 因为的确是需要 怎么讲 怎么讲 我们叫做 那个叫做 跌落汗 是吧 人跟人这样跌落汗 才能够彼此到 相依 相提 才能够到高处去吧 对不对 凭你一个人怎么能够摸到高处呢 是不是 就要人搭着人嘛 那最后摸到高处的人 是他一个人干到的吗 不是吧 底下人叠罗汉 叠到他自己变成阿罗汉 那个阿的意思就是 超越的意思 阿就是无的意思 阿就是无 无的意思并不是没有 无的意思就是超越 把罗汉的那个境界 把自解脱的境界超越了 所以呢 到底阿罗汉是一个治了汉 还是一个菩萨 我觉得这留待各位自己去实修实证 再去体会 千万不要去批评 所谓阿罗汉这样子无学的圣人 你凭他到底是入涅槃 不入涅槃 涅槃之后是灰身灭智 这些东西呢 经论上可说 我们这些死老百姓甭说 甭说 用我的话 罗汉就是一个解脱的状态 无就是要把解脱的状态 还得要超越 怎么超越 入无相行 对不对 你无相愿行无相行 正无相果 不就是礼拜天我的宗旨吗 好 这个之间环环相扣 你们自己慢慢回顾吧 我想 话我都曾经说过 那么 你当时能领会 还是以后能明白 那就 看一眼 话我会重复讲 但是这些都是曾经讲过的话 好 那么 对于周三周四课 合并的问题 我们还是把事权交给明天 小云班长带大家讨论的结果 有明天讨论的结果 我再去在课后 我再去再课后 通知基金会的执事 然后就发布 两周的时间 作为我们两班 接下来几次课程 以及最后合并的日程的一个公告 以上这样的说明 没给各位讨论 只希望 就 今天这堂课的时间 做个酝酿 让你明白 我的思维模式 那么事情还是交给明天 小云班长带大家讨论过后的决议 决议 好 那我们明天早上见 好 分享衣轨 好 唐上跟县上的学长请和长 所谓一起共念 普贤赫元品回相季 文书斯利勇猛之 普贤会行义复然 我尽回向诸善根 随比一切常修学 三世诸佛所称探 如是罪圣诸大愿 我尽回向诸善根 为得普贤书圣行 阿弥陀佛 最近很少人 说到公司 宝山 圣这里 会派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